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秋的人生故事 结婚三年 我从没见过林雪的素颜 她每天都会化妆 一直保持妆容到晚上 还特意等我睡着了才去卸妆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 她又已经化好妆了 因此 至今我都不知道她的素颜是什么样子 对此 我曾经表示过疑惑 问她 宝贝 为什么从来不让我看你的素颜呢 当时林雪正不装 微笑着回答 因为我想在你面前保持最完美的形象 我们已经结婚了 你不需要有这么多顾虑 我也不会介意你的素颜样子啊 那怎么行呢 你这么优秀又帅气 只有化了妆的我才能配得上你 虽然我知道她是在开玩笑 但这话还是让我很受用 庄后的她特别美丽 肩下巴和大眼睛让人心醉 每次带她去参加聚会 所有人都夸我老婆比明星还漂亮 真是让我面子十足 渐渐地 我也不再执着于想看她的素颜了 寒假期间 我的妹妹小颜提出要来家里晚几天 林雪很爽快地同意了 小颜性格活泼 来了之后整天围着嫂子转 林雪自婚后就没在工作 两人便天天一起吃喝玩乐 开始时相处很和谐 直到几天后 我出差在外 小颜突然打电话来 神神秘秘地问我 嫂子的脸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我一头雾水 问她这话什么意思 小颜告诉我 前几天她和林雪在街头碰到了一个网红在直播 对方挑中了他们参加卸妆挑战 完成就能拿到一千块 小颜毫不犹豫地卸了妆 但林雪却怎么也不肯 主播见林雪长得漂亮 便把奖励提升到五千 甚至后续加码到一万 可她仍然拒绝 主播有数千万粉丝 最后将奖励提高到一百万 林雪还是不动摇 直播间里十几万人在围观 大家都在等着她卸妆 但她始终没有答应 小颜也在旁边劝了好几次 却无济于事 林雪态度坚决地说 就算给一千万 甚至一个亿 我也不会卸妆 说完她丢下小颜就走了 小颜的疑问我也无法理解 我们家庭经济条件一般 每月还要还几千的房贷 如果仅是卸妆 就能得到一百万 哪怕她的素颜不如妆厚 也不至于拒绝这样的机会吧 看来 我平时对她确实太宽容了 连这么大的事都敢自作主张 父母辛苦挣钱 她竟然说不要就不要 所以 我也开始疑惑 林雪的脸到底有什么问题 我无奈地告诉小颜 其实我也没见过她的素颜 小颜震惊地说一定有问题 还说等我回去要彻查此事 如果到时候她不能给个合理的解释 就得想办法把这一百万要回来 小颜显然等不及了 我也开始想见见林雪的素颜 但三年了我都没看到 几天之内恐怕也不可能 小颜自信地表示 放心 我有办法 我忙着出差 并没有把她的话放在心上 却没想到 这会是我和妹妹最后的对话 和小颜通话后的第二天早上 我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 她在电话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说妹妹跳楼了 正在医院抢救 我震惊万分 固步地伤心 立刻向领导请假 坐高铁回家 到了医院 父母边擦眼泪边焦急地望着手术室 林雪也在场 表情显得很凝重 但即使在这种时候 她仍然化着精致的妆 漂亮的脸庞 让我心里隐隐生出一丝愤怒 小颜是在我家出事的 而她昨天刚说会想办法看到林雪的素颜 直觉告诉我 妹妹跳楼与林雪脱不了关系 我竭力压抑住情绪 问她到底怎么回事 林雪摇头说 她并不清楚 她表示 凌晨四点左右 突然听到楼下吵闹声 说有人跳楼了 她起床一看 小颜不在房间 便急忙下楼 发现跳楼的是她 于是我问 所以你是化好妆才下楼的 林雪偏过头不看我 回答说 是的 你知道的 我从不素颜见人 我气得想对她动手 质问道 要是我半夜死了 你也要先化妆 再来看我吗 林雪低下头不回应 似乎默认了我的话 愤怒之下 我抓起护士推车上的酒精 按住林雪逼她卸妆 我要看看她到底什么样 她拼命挣扎 喊道 你疯了 快放开我 在挣扎中 酒精洒出一些 溅到她脸上 她惊恐地捂住脸 怒吼着给了我一巴掌 这时 手术室地灯溪了 医生走出来 无奈地表示 小妍因出血过多 不治身亡 父母崩溃得痛哭 而我也陷入巨大的悲痛中 难以接受妹妹的离世 悲伤中 我看到林雪捂着脸 匆忙离开了医院 趁着父母去见妹妹最后一面 我回到家里 决心找林雪当面问个清楚 当我回到家 却发现妻子不在 屋里安静地让人不安 妹妹住的房间窗户开着 还是她跳楼时的样子 我怎么也无法理解 为什么小妍会选择自杀 我走到窗边 伸手准备关上窗户 然而就在无意间低头一看 我被震惊了 窗台上竟然歪歪斜斜地 用鞋写着几行字 千万别看嫂子的素颜 这明显是小妍的字迹 我顿时感到一阵寒意 双腿发软 几乎站不住 难道 小妍真的是因为看到了林雪的素颜 才选择跳楼的 她的素颜到底是什么样子 竟能让一向乐观的妹妹走上绝路 恐惧和愤怒充满了我的心 我抹掉窗台上的血迹 下定决心 不再等到明天或晚上 而是现在就要看到林雪的素颜 我拨通了林雪的电话 温柔地向她道歉 并诉说我失去妹妹的悲痛 她显然不知道窗台上那行血字的存在 沉默了一会儿 最终原谅了我 我现在回家 我们一起处理你妹妹的后事 但我的钥匙丢了 她说 我平静地告诉她 没关系 我在家等着给你开门 我的语气很和气 但握着电话的另一只手 却紧紧攥起 倾金抱起 我已经打定主意 等林雪一进门 就打晕她 亲手卸掉她的妆 无论用卸妆水还是肥皂 我一定要看到她的真实面貌 等了半小时后 终于听到敲门声 我随手拿起桌上的烟灰缸 走向门口 准备随时行动 但门一开 站在门外的并不是林雪 而是两名警察 我赶忙把烟灰缸放下 陪笑道 不敢不敢 家里刚出事 我以为是小偷呢 警察没多计较 只是严肃地表示 他们是来调查小颜跳楼的情况 我虽然对林雪心存怀疑 但没打算提窗台上的血字 毕竟要找到像林雪这么漂亮的妻子 并不容易 我对警察说 妹妹应该是自杀 警察简单问了一些情况 接着又问 你妻子最近有异常吗 我摇头否认 告诉他们林雪的性格很好 妹妹跟她相处也很愉快 警察又问 结婚三年了 为什么没要孩子 我有些不满 反问道 这和我妹跳楼有什么关系吗 他们解释 因为事发时 家里只有我妻子在 需要了解一下婚姻状况 我只好回答 我们暂时不打算要孩子 因为经济不宽裕 警察做了记录 随后又搜查了小颜的房间 令我震惊的是 他们竟然在小颜的枕头底下找到了一封遗书 遗书中 小颜表示她对自己长相的自卑 尤其在看到嫂子的美貌后 越来越难以忍受 最终决定自杀 我看着遗书 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一样 不知是真是假 几天后 我和林雪被叫到警局做最后的问询 警方最终排除了她杀的可能 遗书确实是小颜的笔迹 而我们家人也都表现得很正常 此时我完全消除了对林雪的怀疑 因为就在前一晚 我假装睡着 一直等到半夜一两点 才偷偷睁开眼睛 看到了林雪的素颜 她皮肤白皙 五官精致 卸妆后的她并没有任何可怕的地方 只是少了白天的艳丽 我终于松了口气 我的妻子并没有问题 而我也可以光明正大的享受她 带给我的优越感 至于那一百万 前几天小颜提到的那名网红 因违法被抓了 看来当时她的话也不值得相信 拥有这么美的妻子 本该是莫大的幸福 然而 回忆到这些时 我不由地闭上了眼睛 却没有察觉到身旁的林雪睁开了眼 嘴角露出一丝诡异的微笑 案件结案后 妹妹终于可以下葬 林雪也陪我们回到老家 安葬妹妹时 林雪指着旁边一块凸起的地问 这是谁的坟 我妈正在哭 听了她的话 狠狠瞪了她一眼 我赶紧把她拉开 低声说道 那不是坟 只是地里的一个土包 那片地里的麦子 长得异常茂盛 远高于其他麦苗 林雪不明情况的提问 让我有些恼火 若是以前 我父母肯定会训斥她一顿 我只能轻声解释 肥料洒多了 你别乱问 林雪乖巧地低下头 没有在说话 看着她美丽的脸庞 我心里也感到些许安慰 这张脸确实美得惊人 难怪妹妹会因容貌自卑 葬礼结束后 林雪提议让我父母搬到城里 与我们同住 她的体贴让我很欣慰 我妈坚持要先处理完家里的积压 只有我爸先跟我们回了城里 妹妹去世后 我请了十天假 如今假期已经超期了 回到公司后 我疯狂加班不进度 几乎每天都工作到深夜 最初一切相安无事 但三天后晚上八点 我接到林雪的电话 她慌张地告诉我 苏航 你爸在浴室摔倒了 我立刻放下工作赶回家 一进门就看到父亲躺在浴室地板上 身下有一滩黄色的液体 神情非常痛苦 我冲着林雪喊道 你怎么不服 我爸起来 林雪无辜地看着我说 不是我不服 是她根本不让我靠近 就在这时 我爸惊恐地瞪大了眼睛 颤抖着用手指向林雪 低声说道 是黄思思回来了 我顿时脸色发白 急忙上前捂住父亲的嘴 低声道 爸 你胡说什么 但她依然止不住地发抖 口齿不清地重复着 是她 就是她回来了 林雪在一旁饶有兴趣地看着我 冷冷地问道 苏航 谁是黄思思 我的心乱如麻 那三个字如同冰冷的利刃 让我瞬间坠入寒冷的深渊 我哪还顾得上回答林雪的话 忍不住骂道 你这人怎么这么多话 还不快帮我扶起我爸 林雪显然没料到我会骂他 愣了一下 才低声应了句好 把我爸送到医院后 一时深夜 我焦躁不安地在医院走廊来回踱步 脑海中始终回荡着那三个字 像个挥之不去的魔咒 黄思思 林雪似乎看出了我的不安 轻轻拍着我的背 说 你告诉我 她是谁好吗 也许我能帮你们 我本不想提起 但内心已经濒临崩溃 承受不住压力 便将一切向她倾诉 黄思思是我的前妻 结婚不久就被诊断出癌症 家里经济条件差 无法承担治疗费用 她很快就去世了 父母一直愧疚于此 总觉得是他们没用 才没能救她 因此 这个名字成了家里的禁忌 听完我的话 林雪满脸疑惑地看着我 说 就这样吗 那为什么你爸提起她 石像见了鬼一样 我怒火中烧 反驳道 我爸妈只是太善良了 不行吗 别对我爸妈指手画脚 我还想问你 为什么我爸会指着你发疯 我心里越来越生气 要不是我受过教育 早就想把她教训一顿了 林雪淡淡地回应 我也不知道你爸怎么了 我只是是穿了一件新买的衣服 她一开门 就突然对着我大喊大叫 我皱起眉头 问 新衣服 什么衣服 林雪拉开羽绒服的拉链 露出一件红色毛衣 黄思思第一次来我家时 穿的也是红色毛衣 难怪我爸会反应这么激烈 自从妹妹去世 爸妈的精神状态就不太稳定 父亲有高血压 今天大概是操心过度 又眼花看错了人 这才情绪失控 没想到这一摔竟让她瘫痪了 我妈哭着说 今年真是多灾多难 好好一个家几乎散了 然而 不管家里出了多大的事 林雪总是那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此刻 我下定决心要离开这个女人 毕竟我们只是办了婚礼 并没有领证 离婚并不麻烦 我不同意 林雪毫不犹豫地拒绝 这不是离婚 是分手而已 我们没有领证 我妈私下里告诉我 家里接二连三的祸事 都是因为林雪是个扫把星 命带煞气 专客夫家 虽然我向来 不信这些迷信 但眼前这些怪事 的确让人不得不怀疑 苏航 我们结婚三年了 我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吗 你就不能像个正常男人 一样对我吗 我从没嫌弃过你 就算不能生孩子 我也没有怨言 你凭什么要和我分手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林雪露出如此急切的表情 她的话刺痛了我 这段婚姻确实不正常 因为身体的缘故 我早已失去了正常的生理功能 我们从未真正做过夫妻 但是 凭我每月五千多的收入 养她还是绰绰有余的 她是个孤儿 在我这白吃白喝了这么多年 早已便宜她了 我不想跟她废话 最后冷冷地说 我现在要回老家一趟 明天回来时 希望你已经搬出去了 这次我爸出事后 我妈让我回老家 给黄思思烧点纸 我先坐大巴到镇上 再雇了一辆电动车回村 在村头的小店里买了些纸钱 然后静止往家里的卖地走去 黄思思去世后 尸体并未火化 而是葬在了我家卖地里 也就是林雪那天问的那个土包 到田间时 天已经黑透 我一边烧纸一边念叨 如果有什么不甘的 就别来怪我们家 要怪只能怪你的命不好 你的死不是完全我们的错 隆冬的寒风刺骨 我冷得直发抖 却不敢停下 不断往火里添止前 诡异的是 火堆烧着烧着突然熄灭了 四周顿时陷入一片黑暗 风声中似乎传来细微的脚步声 让我浑身发毛 我掏出打火机 试了几次都没点燃 正准备拿手机照明 忽然感觉一双手搭在我肩上 苏航 一个女人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跟黄丝丝的声音一模一样 我惊恐地问 谁 身后传来女人的叹息 是我 你不要跟我分手 好吗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转头破口大骂 林雪 你有病啊 大晚上跟着我 想吓死我吗 林雪低着头 显得有些无措 我没空理她 烧完纸钱后 便回了村里的老房子 已经是深夜 没法赶回城里 只能和林雪在老家将就一晚 一到老房子 林雪便忙着为我做晚饭 甚至细心地给床铺换了新的床单和备照 看着她一丝不苟的样子 我心里一瞬间竟然有些动摇 不再那么坚定要分手 吃完饭 林雪递给我一杯热水 恳求道 我会好好照顾爸妈 求你不要跟我分手 好吗 灯光下 她脸色苍白 语气里充满祈求 嘴角却带着诡异的微笑 那股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觉又涌上心头 我接过水喝了一口 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那晚 我以为看到的林雪素颜 或许根本不是她真正的素颜 毕竟 听说有一种妆容叫伪素颜 林雪轻轻抚着我的头发 柔声说 苏杭 你最近太累了 好好睡一觉吧 我的困意渐渐涌上来 不一会儿便沉沉睡去 醒来后 我最终决定不再和林雪分手 眼下父亲瘫痪 医院欠款不少 后续治疗费用更是庞大 再加上银行还有一百多万的房贷 在这种情况下 让林雪离开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林雪的素颜究竟什么样子 既然她愿意一直戴装生活 那我也不再追究了 到这个地步 我没心思关心背后的原因 因为眼下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我去解决 回家后的第二天 我开始为筹钱四处想办法 靠普通的手段 短时间内根本凑不到这么多钱 但我另有打算 我对林雪说 我妈年纪大了 基本没什么经济能力 前阵子我给她买了一份大额保险 只要她去世 我们就能得到一笔丰厚的赔偿金 到时候房子不用卖 父亲的治疗费也有了着落 林雪听了大吃一惊 说 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 那可是你亲妈呀 我冷笑道 那又怎样 谁让他们没本事 不能让我成为富二代呢 这些阴暗的念头早已深深埋在我心里 林雪劝不了我 而我也说服不了她 这场谈话不欢而散 然而当我走出卧室时 意外发现我妈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我愣住了 问道 妈 你怎么回来了 你不是在医院陪我爸吗 她避开我的眼神 低声回答 我回来拿点东西 说完便匆匆离开 我隐约看到她的眼角微微泛红 心中暗自祈祷她没听到我和林雪的对话 可是 第二天 我妈就被发现死在了公园里 尸检结果显示她是窒息而亡 死因是将塑料袋套在头上导致窒息而死 警方排除了她杀的可能 因为塑料袋上只有她自己的指纹 而且她离开前将存折留给了父亲 表明她确实有自杀倾向 我知道 她肯定听到了我说的话 不久 刚调来的刑警来家里走访 问我为什么母亲去世后我看起来毫无悲伤之情 我心绪复杂 摇头表示后悔没有跟母亲一起走 刑警以为我受了连续变故的打击 精神上有些失常 没有继续追问 送走警察后 我抬头望着明媚的阳光 心想 这场噩梦总算可以结束了 然而 这一切远未结束 父亲在医院开始出现反常举动 夜里看到前来换药的护士 竟像见了鬼一样拼命挣扎 只因为护士的名字里带有私字 我劝他这是幻觉 但他完全听不进去 看着父亲日益消瘦的脸 我终于意识到 必须正是这一切才能找到解脱 于是我带着林雪回到老家 挖开了麦地里那片最茂盛的麦苗 直到露出白骨 我放下铁锹 拨打了报警电话 在电话里说出了那个尘封多年的秘密 我决定自首 七年前 我杀害了一个叫黄思思的女人 是我妹妹将她诱骗到家中 我们全家都是她的凶手 挂断电话后 我看到林雪美丽的脸上露出诡异的微笑 似乎有许多话要说 我叫林雪 听完这些叙述 你可能觉得我是个可怕的女人 但其实真正像恶魔一样的 是苏杭和她的一家 我知道你现在可能被弄得一头雾水 急于了解真相 但请稍安勿躁 一切都要从几年前说起 从我女儿黄思思即将高中毕业时开始 没错 黄思思是我的亲生女儿 思思和苏小妍是同学 但两人平时没什么交集 直到有一天 学校打来电话 说我女儿已经旷课好几天了 长时间没回学校 那时我就隐约听说 在偏远的山村里还有拐骗少女的恶行 我担心女儿遭遇不测 立刻报警 并和警察找了整整三个月 却毫无线索 随着时间推移 警方逐渐减少了搜寻力度 无奈之下 我们花了重金 请来顶尖的四家侦探 没想到最终找到了我的女儿 只不过是已经去世的她 当侦探找到思思时 苏家人正准备将她偷偷埋葬在卖地里 那一幕被侦探偷偷拍了下来 照片中 我的女儿瘦得不成样子 原本美丽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满是恐惧 苏航和她父亲正抬着她 身上伤痕累累 裹着她的床单被鲜血染成一片星红 从看到照片的那一刻起 我的生活失去了所有意义 只剩为女儿复仇这一件事 那段时间 另一个人也怀着和我相同的复仇之心 她叫徐明 是我女儿的青梅竹马 两人从小一起长大 原本计划一起考大学 是她提议找思家侦探帮忙调查 侦探告诉我们 女儿是被一个叫苏小妍的女生骗去的 苏小妍活泼开朗 和思思是同班同学 她邀请思思去村里玩 思思完全没有防备 而这件事只有他们俩知道 谁也没想到会发生悲剧 女儿到了苏家后 被他们关在地窖里 等外界的风声渐弱 苏家人开始对她施以虐待 苏家只有苏杭一个儿子 他们的计划是先让思思生下孩子 再杀了她 然而 女儿个性倔强 根本不肯屈服 这让她遭受了苏杭父母的毒打 而最终激怒苏家的 是思思在被苏杭羞辱时 咬伤了她 导致她那个地方重伤感染 再也无法恢复 这对苏家来说是不可饶恕的罪行 他们一怒之下将思思活活打死 整个过程被村里的一个小男孩看见了 侦探假扮成游客 仅用一些零食便从小孩嘴里套出了这些信息 事实上 村里人多多少少都知道苏家拐来了一个女孩 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揭发 因为这个村子没有几个家庭是干净的 连受过教育的苏晓妍都能诱骗同学 可见这个村子的风气有多糟糕 徐明曾问我 如果将这些事情告知警察 能让苏家全家都被判死刑吗? 心中的仇恨已经深入骨髓 但我只能摇头 很难 苏杭的父母很可能会主动承担全部责任 而苏晓妍还未成年 可我也希望他们全家都死去 我怎么会不想呢? 我是个单亲妈妈 女儿乖巧懂事 我一直把她视作上天的恩赐 万万没想到有一天会失去她 那段日子我夜夜失眠 恨不得亲手把苏家人千刀万剐 但我知道不能冲动行事 一切都得谋划周全 有一天 徐明忽然满头大汗地跑到我家 问我 阿姨 你有没有发现我和苏行长得有点像? 我愣了一下 的确有几分相似 然后他接着说 我有一个办法 能让他们一家人都死 只是需要几年时间 可以吗? 我选择相信他这个年轻人 于是我们决定让侦探保密所有信息 踏上了亲自复仇的道路 在女儿去世后 苏家人因苏行无法传宗接代 便砸锅卖铁给他买了一个民办专科的入学名额 希望借此让他有所成就 就这样 苏行竟然上了大学 而我的女儿却因为他们而永远错失了这一切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 我一直暗中监视着苏行 等待时机 三年后 他大学毕业 我的复仇计划正式开始 虽然我已四十岁 但天生皮肤紧致 几乎没有皱纹 不熟悉我的人会以为我花了大价钱在保养上 为了接近苏行 我将短发接成长发 做了睫毛 往脸上涂了三层粉底 这粉底是徐明从国外寄回来的特制产品 遮盖力极强 效果自然 三年来 我每天都依赖它 我还穿上时下流行的服装 模仿年轻女孩的姿态 看上去毫无破绽 望着镜子里年轻美丽的自己 我忍不住泪流满面 如果思思还活着 她本该成长为这样的亭亭玉丽的模样 之后我精心策划了一次偶遇 在地铁上主动向苏行要了微信 顺利走进了她的生活 经过几次主动示好 我们确立了恋爱关系 不久后 她向我坦白了自己的缺陷 我装作勉强接受 并将自己编造的孤儿绅士告诉了她 就这样 我与苏行在她的老家举行了婚礼 但并没有领证 一方面 他们不指望我生孩子 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她家刚贷款买房 怕我分一份家产 我明知她是个败类 却甘愿接近她 只为复仇 接下来 我开始了以假面世人的三年生活 我长得和女儿有几分相似 若不加以修饰 时间久了 难免引人怀疑 除了使用粉底 我还用双眼皮贴合眼线改变眼形 掩盖真实面貌 每天晚上 我都会在苏行的水里加安眠药 确保她睡得沉 如果她哪天非要我卸妆也不怕 因为徐明给的粉底 普通的卸妆水根本洗不掉 必须用特定的溶解剂 涂在脸上就像真正的皮肤 唯一的缺点是 这种粉底尚未上市 获取不易 几个月前 徐明从国外回来了 她在外学了六年化妆技术 拜了一位特效化妆大师维师 化妆技术以炉火纯青 当她化成苏行的模样出现在我面前时 我几乎无法分辨她和苏行的区别 之后 徐明隐瞒身份 在苏行住的小区里做起了物业工作 偶尔寻查楼洞时 我们会偶然遇到 但从不交谈 我们的目标很明确 让苏家为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 计划早已安排好 首先是要从苏小妍下手 那天我听到苏小妍和苏行通话 得知她对我的素颜感兴趣 于是让徐明给我化了一个特效妆 完全还原了女儿死时的模样 当我在镜子里看到自己满脸伤痕 血迹斑斑时 心里一阵恍惚 这正是丝丝临死时的样子 可我只是化妆成这样 而她却是真实地承受了这些折磨 那晚我知道苏小妍藏在衣柜里 等着在我睡着后偷看我的素颜 我怕她提前打开柜门 一直用椅子抵住柜门 妆容完成后才将椅子撤走 直到凌晨三点多 我才听见柜门轻轻打开的声音 叫不声慢慢移到我的床前 我睁着血红的眼睛 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 直到感觉到苏小妍的气息靠近 听见她因恐惧而发出的颤抖喘息 她拿出手机开了手电筒 光打在我的脸上 她捂住嘴巴 浑身发抖 黄思思 怎么会是你 苏小妍颤抖着问道 毕竟 当年女儿死时她就在场 没想到会在此生再见到这样的情景 我没有说话 只是冷笑 她哭着往后退 惊恐地问我到底想干什么 看着她扭曲的脸 我猜想这些年女儿的身影是不是常出现在她的噩梦中 她开始神志不清 语无伦次地问我 嫂子 这就是你的素颜吗 怎么会这样 我依旧不语 只是赤脚站起 缓缓向她逼近 她慌乱地退回房间 害怕地几乎失去了理智 最终选择了打开窗户 苏航家住在七楼 而五楼邻居的窗外本有一个雨棚 她大概以为跳下去能落到雨棚上安全脱身 但她并不知道 白天徐明以高空坠物隐患为借口说服五楼的住户拆除了雨棚 黑暗掩盖了一切 徐明在苏小妍坠楼前特意留下了一条遗言 用红色马克笔写下警告 不要看我的素颜 她想提醒苏航 尤其是她那有高血压的父亲 以免刺激到她 然而 没想到这句警告成了她的遗言 苏小妍坠楼后 徐明迅速行动 进入现场 先帮我修复了妆容 然后将她事先准备好的遗书放在苏小妍的枕头下 六年的时间 足够她练到模仿他人字迹的程度 雨棚的拆除虽然看似巧合 但被认为是正常操作 而苏小妍在小区内并无敌对之人 因此她的死被认定为自杀 接下来 我用同样的手法让苏杭的父亲瘫痪 那晚 我化好妆 徐明在外控制垫闸 制造出浴室忽明忽暗的气氛 我推门进入浴室 营造出一副鬼魅的形象 彻底吓坏了她 至于苏杭的母亲 她是在苏杭提出离婚的当天才走上绝路的 那天 我和苏杭一起回村 晚饭时 我在她的水里放了药 等她昏迷后 将她捂花大绑 扔进了当年关我女儿的地窖 随后 徐明伪装成苏杭 模仿她的声音 与我一起回到市区 在苏杭家中 我们故意大声谈论 让苏杭的母亲听到那些刺激她的话 最终逼得她选择自我了断 她深爱儿子 为了不让她烦恼 当晚便用塑料袋将自己活活闷死了 自那杯水之后 所有苏杭的自白其实都是徐明在假扮 包括她亲自给警察打电话自首 等一切安排妥当 我将真正的苏杭从地窖里放出来 她一见到我 立刻怒气冲冲地扑过来 试图掐死我 幸好她几天没吃东西 身体虚弱 没什么力气 你到底想干什么 是不是看我们家出事 想霸占房子 她怒吼着 完全不知道母亲已经去世 当我将真相告诉她后 她更加愤怒 甚至拿起桌上的刀 骂道 肯定是你克死我妈的 我要杀了你这个扫把星 她向我冲过来时 正好警察破门而入 看到这一幕将苏杭暗倒在地 而徐明早已悄悄退到暗处 消失无踪 黎明的微光透过窗户 迟来的正义终于降临 挖出丝丝遗骨的那天 城里下着小雨 苏杭没有雨衣 被淋得如同落汤鸡般狼狈 她在警察的带领下指认犯罪现场 她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将作案细节一一交代 苏杭始终认为 母亲的死只是因为她承受不住打击而自杀 愧疚之下并没有将全部罪责推到父母身上 反而让她更难逃法律的严惩 然而 她至今仍未悔悟 审讯中 她竟还为自己电解 愤愤不平地说道 我们虽然打死了她 那也是因为她害我无法生孩子 听到这些话 我差点忍不住冲进去掐死她 但我仍是她名义上的妻子 不能露出一丝破绽 我忍住了 继续等下去 最终 苏杭因她嚣张的态度和恶劣的行为被判处死刑 事后 我去看守所见她一面 告诉她父亲病情恶化 已命不久矣 她听后暴怒 隔着铁栏用尽全力打我 甚至扬言要杀了我 她抓伤了我的胳膊 留下几道血痕 积压期间再度伤人 无疑是自寻死路 正中我下怀 最后一次见到苏杭时 她已然明白自己的结局 瘫坐在椅子上 颓然地向我提出一个请求 我想看你卸妆后的样子 我冷冷一笑 答道 好奇吗? 可惜你永远都不会看见 说完 我提起包转身离开 只听身后传来她痛苦的嚎叫声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我的真名叫黄仪 并不是什么孤儿 而是丝丝的母亲 至于为什么我总是带妆 因为我的右脸有一大片红色胎迹 几乎覆盖了半张脸 十分骇人 或许这就是老天的宫廷吧 我年纪渐长 皮肤却依然紧致细腻 但胎迹却越来越明显 我做过多次激光手术 效果甚微 且手术疼痛难忍 最终选择放弃了 我年轻时嫁给了一个穷小子 若不是因为他没钱 也不会娶我 婚后不久 他便开始嫌弃我 尤其是在我生下女儿后 因重男轻女的思想 他对我越发厌恶 最终悄然离家 再也没有回来 我没有沉溺于自怨自艾 而是让女儿随了我的性 独自将她抚养长大 虽然脸上的胎迹 让我在人生中屡屡碰壁 但女儿始终没有嫌弃我 她像个小天使 外出时总会骄傲地向人介绍我是她的妈妈 有人嘲笑我长得丑 她会勇敢地站出来 替我反击 她还说过 将来要学会化妆 帮我打扮得像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 有一次在家长会上 老师悄悄给我看了她写的作文 她写道 我的妈妈是世界上最美的妈妈 要是真有七色花 我一定会摘下来送给她 我问老师 什么是七色花 老师说 那是一种童话故事中的神奇花朵 可以实现任何愿望 那年女儿才八岁 被苏小妍骗走时还不到十八岁 后来苏杭告诉警方 当年苏小妍之所以能骗走思思 是因为她告诉她村里的山上有可以治疗胎记的草药 说这种天方很灵验 思思对她的话深信不疑 还特意保密 没有告诉任何人 到了苏家后 苏小妍随手给了她一把野草 谎称那是治疗胎记的药草 稳住了她的心 女儿小心翼翼地捧着那把野草 直到死时 手中还紧紧攥着它 我在侦探拍下的照片里看到 她手中那几株早已枯黄的草被血染成了红色 那画面深深烙印在我脑海成了我复仇的唯一动力 我无法忘记 也不敢忘记 终于到了开庭的那天 我卸下所有妆容 以黄思思母亲的身份素颜出庭 长期戴妆让我肤色蜡黄 毫无血色 再加上脸上的巨大胎记 干练的短发和微微勾楼的身姿 整个人看上去与过去那个精致美丽的形象截然不同 谁也不会想到 眼前这个相貌平凡 甚至有些吓人的女人 竟然就是那名罪犯的漂亮妻子 我在法庭上声泪俱下 讲述女儿当年的乖巧董事和我这些年的思念之苦 台下不少人听后都忍不住落泪 休庭半小时后 法官当庭宣判苏航死刑 我眼泪瞬间滑落 失控得嚎啕大哭 站在一旁的徐明也默默擦去眼泪 没人知道我们为这一天付出了多少 等待了多久 判决结果出来后 苏航没有上诉 而他家所有的财产也将用于赔偿 可不论赔多少钱 都无法换回我的女儿 庭审结束后 人群散去 参与庭审的警察发现奇怪的是 罪犯即将被处决 而他的妻子却消失不见了 难道是逃跑了 我轻轻整理了一下头发 露出那鲜红的胎记 笑着低语道 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随后 我和徐明一起重新安葬了思思 他告诉我 几天后 他将加入电影剧组 正式成为一名特效化妆师 这也是当初思思的梦想 我对他为女儿所做的一切充满感激 发自内心地支持他去追逐这个梦想 徐明离开的那天 已是春天 女儿的牧旁小草开始发芽 当年 就是这些无足轻重的野草 让我失去了此生最真爱的宝贝 童话中的七色花 被视为无比珍贵的宝物 但我早已得到过了 那就是我的女儿 她用生命诠释了世上最纯净的爱 现在 让我们进入下一个故事 我和齐雨川离婚那天 带走了他两辆兰博金仪 齐雨川无奈地笑着说 瞧你这翻脸不认人的样子 我冷冷地回道 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 转眼之间 我因电视剧爆火 在颁奖晚会上竟然被安排在齐雨川旁边的座位 他比我来得早 懒洋洋地坐在沙发上 看到我走过来 挑了挑眉 袖口的亮面扭扣在灯光下闪闪发光 映得她更加俊朗 我假装淡定地坐下 她低声提醒我 走光了 我拽了拽裙子 冷哼道 管好你的眼睛 她目光慢慢扫过我的大腿 仿佛带着温度 低声问 最近过得好吗 齐雨川的声音温柔动听 总能让人如暮春风 用我经纪人的话说 齐雨川是业界的高岭之花 谁能折到它 就算埋进土里也能冒青烟 我轻轻捏了捏鼻子 装作无所谓地说 我有男朋友了 毕竟我这么漂亮 被喜欢很正常 齐雨川微微一噎 挑了挑眉 风度翩翩地住了口 正好摄像机将镜头对准了我们 在全网直播中 我冷着脸 而齐雨川温柔地微笑着 画面迅速登上热搜 大家纷纷起哄 希望我们再认识一下 齐雨川低头看了手机半天 竟然笑了出来 婉宁 我不理她 装作没听见 她微微笑着 扬声喊了一声 婉宁 周围人一阵骚动 我面无表情地转头回了句 去你的 就在这时 主持人兴奋地宣布 今晚有特别嘉宾登场 伴随着高昂的音乐 一个身姿纤细 长发披肩的女人 走上舞台 正是张小飞 她笑容温婉 冲齐雨川说道 雨川 好久不见 要提我和齐雨川的离婚 就不得不提这位学姐了 张小飞年纪轻轻 便打开了海外电影市场 她的个人账号背景图 一直是她和齐雨川 当年演话剧的合照 在我和齐雨川结婚前 全网都在磕她和张小飞的CP 称她为其影帝的白月光 虽然齐雨川曾公开澄清他们只是朋友 但粉丝们却并不买账 尤其是张小飞在国外工作期间 隔三差五发些合照 且每次照片中都有齐雨川的身影 更是让CP粉们看得心花怒放 几个月前 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 我满心欢喜地去片场探班 却无意间听到齐雨川淡然地对别人说 她还没回来 先这样凑合吧 原来在她心里 我只是凑合的存在 而她仍痴痴等着别人 当时我们已分居半年 我的日子也不好过 前阵子 为了拿下一部校园网剧的女主角 我的经纪人拼命争取 甚至喝到未出血 住进了医院 而我却在齐雨川的片场外 顶着烈日 坐了一下午 电话里 经纪人崩溃地哭着说 婉宁 你很努力 但凭我的能力 永远无法让你 站到耀眼的位置上 不知为何 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我 人与人的命运本就不同 我和齐雨川的婚姻 只是一场荒唐的偶然 我啃着两块五块钱的面包 熬到傍晚 将包装袋扔进垃圾桶时 旁边的工作人员正谈论 听说张小飞要回国了 估计她和齐雨川 要修成正果了吧 我站在原地 愤怒涌上心头 却羞于开口 表明自己才是齐雨川的妻子 于是 在她杀青回家的那天 我提出了离婚 齐雨川扶着鞋柜叹气道 婉宁 离婚可是大事 你确定要在 我给你带了份张亮麻辣烫的情况下说吗 我耿住 含泪吃完麻辣烫 拎包走人 颁奖晚会上张小飞的意外登场 迅速引爆热搜 话题词条 张小飞回国齐雨川 张小飞等迅速占据榜单 CP粉们疯狂了 网友们激动地猜测 单身多年的齐影帝是不是要和白月光修成正果了 这简直像小说里的白月光角色重返人间 然而评论区里也有不少人站我这边 我更磕苏婉宁和齐雨川的CP 他再怎么红也比不过专业影后 颁奖礼结束后 我心里说不出有多委屈 怎么都高兴不起来 如果他喜欢别人 为什么要读我那酸的掉牙的情书 为什么会毫不犹豫地和我领证 经纪人为了让我散心 帮我接了个恋宗 地点定在一处度假村 傍晚时分 经纪人把我安排在一群男模旁边 叮嘱我 先别轻举妄动 我去见见节目负责人 我捧着一杯鸡尾酒 坐在露天吧台边 看着男模们 你来我往 忽然 一个身影挡住了我的视线 我抬头一看 是张小飞 他穿着宽松的居家服 头发随意地盘在脑后 妆容却精致无比 他朝我伸出手 开门见山地说 抱歉 让你错过了炒CP的机会 我愣了愣 缓缓握住他的手 你好 老师 张小飞的手指只是轻轻触碰 仿佛我是什么脏东西 他冷淡地说 我理解你的心情 不是科班出身 一步细火了 想维持热度 只能靠炒飞闻 他瞥了我一眼 接着说道 不过作为你的前辈 我郑重告诉你 别把主意打到齐宇川身上 他的家人绝对不会接受一个网红出身的儿媳妇 我沉默不语 他的话刺耳至极 让我不想搭理他 但他依然不依不饶 希望你能明白 我点了点头 平静地回答 好 但我觉得人不该擅自替别人做决定 张小飞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 我指了指远处的海报雕塑 回敬他一句 这也是你的智力名言 真有意思 他低下头翻找手机 屏幕上赫然显示齐宇川的号码 他拨通电话 柔声说 宇川 我已经到了 你在哪 他故意靠得很近 让我清楚听到齐宇川温和的回应 马上来 张小飞当着我的面挂断电话 冷冷地说道 你觉得我没资格替他做决定吗 说完 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心里一阵恼火 甚至冻了拉黑其宇川的念头 这时 一个穿泳裤的男模 无缝衔接地坐到我旁边 笑着搭话 姐姐一个人啊 我回过神来 正经危坐 想着经纪人的叮嘱 在他来之前不要轻举妄动 可这男模却突然凑近 逼声说道 要不要今晚来我房间 我吓得立刻站起来 慌乱地说 不去了 我肚子疼 他见我拒绝 脸色立刻变了 有些不悦 男模转身对一位穿西装的男人抱怨 陈秘书 你不是说今晚的女人随便我玩吗 那西装男恭敬地走过来 轻蔑地瞥了我一眼 说道 不让碰 你来这里干什么 听到这里 我大致猜出这男模是哪位大老板的公子 不再多言 转身就走 没想到他却追上来 抓住我的手腕 不屑地说 你知道这里的一套三环房多少钱吗 长得好看就别胃口太大了 我狠狠瞪了他一眼 说 闭嘴吧 我从前夫那里分到的房子可不止一套 还有两辆兰博基尼呢 他冷笑道 哪家的老头能有我厉害 我憋了半天 突然拔高声音回道 我前夫一夜八次 惊艳老道 换成你恐怕早就精进人亡了吧 话音刚落 四周瞬间安静下来 一名摄影师扛着摄像机从灌木丛里冒出来 露出一脸茫然的表情 夕阳下 灌木后暴露出密密麻麻的节目组工作人员 而齐宇川就坐在导演椅上 翘着二郎腿 满脸错愕地看着我 仿佛在说 怎么是你 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我 眼前这位富二代赶紧对我鞠躬道歉 不好意思 我们正在录节目 测试路人反应呢 苏老师 您前夫可真厉害呀 我慌张地看向齐宇川 满脸通红 想问他这不该给我个解释吗? 他淡定地回应 我是节目组请来的嘉宾 刚刚才道 在我尴尬得不知所措时 他又淡淡地补充道 苏老师 我什么都没听见 就在这时 经纪人急忙挤进人群 不好意思地道歉 抱歉 我们走错场地了 对不起对不起 场内所有工作人员都用怜悯的眼神看着他 他一脸疑惑 怎么了? 我无奈地解释 姐 你给我预定了个热搜 苏婉宁前夫 果然 热搜上全是我一页八次的豪言 甚至还有节目组放出的偷拍视频 评论区沸腾了 有人开始磕我和齐宇川 有人不满地留言 张晓菲的粉丝不乐意了 十八线胡咖 别碰瓷 我们其影帝 因为这个意外的热搜 炼宗节目组临时把我调到了隔壁的前任复合节目 嘉宾全是分过手的艺人 只有我苏婉宁的简介上写着拥有一位神密且富有的前夫 节目当天 齐宇川和张晓菲 作为嘉宾出现在观察室镜头里 而我独自一人行单影之 成了娱乐圈的笑柄 网上的黑粉甚至评论道 看他那样子 他的金主要是知道他上节目丢人现眼 估计会后悔到吐血吧 因为齐宇川和张晓菲的加入 节目在录制阶段就引发了大量关注 导演还特意开通了直播 此时正在录制谈恋爱经历的环节 几位嘉宾聊到动情处 甚至红了眼圈 最后主持人将话筒递给我 笑着说 苏老师 要不要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和前夫的故事 齐宇川和我的视线在空中交织 他微微挑眉 似笑非笑 我眨了眨眼 故意说道 我们那天喝了一些酒 所有人都瞪大了眼 期待地看着我 齐宇川的笑容微微僵住 似乎在警告我 我继续调侃道 他甜言蜜语 趁人之威 其实是我追的他 齐宇川的表情更冷了 似乎在说 你要敢继续编下去就完了 主持人一脸八卦地追问 酒后发生了什么吗? 对上齐宇川的眼神 我收敛了表情 假装正经地说道 也没什么特别的 就是很友好的交流了一下 嗯 其实也不算特别友好 我忽然一脸严肃地补充道 那天晚上 我抱着他大哭 说我妈催我结婚 齐宇川无奈地轻叹一声 说道 你还年轻 没必要着急 齐宇川坐怀不乱 帮我把凌乱的头发 拢到脑后 我把口水蹭到了他的身上 你跟我结婚吧 行吗? 求求你了 不需要试婚吗? 他轻轻笑着 什么是试欢? 齐宇川那张俊脸慢慢靠近我 笑咪咪地说 就是检验一下我行不行 那检验一下 你确定了? 你跟我试试 齐宇川低笑道 傻小狗 我只记得那天晚上我哭得很惨 第二天我就跟他求婚了 说一定会对他负责的 我在台上这番发言 免不了又被网友嘲讽 一夜情不是我投给你 说不准他爬人家老总床的时候 人家还没离婚呢 当网红起家的一般都不干净 与此同时 我正快乐地穿梭在酒店的走廊里准备干饭 突然有人从拐角伸出手 一把薅住了我 我惨叫一声 就被人捂住嘴 我 齐宇川冷淡的声音传来 你刚才挺会编啊 婉宁 他身上那股熟悉的清百味香水绕着我转来转去 两三下就把我绕晕了 我没了嚣张气焰 这不是给节目组制造话题吗 不惜自黑给钱多 反正我说什么都有人黑 干脆放飞自我 齐宇川气笑了 热气扑在我耳阔上 苏婉宁 你这张脸皮怎么越来越厚了 我慢吞吞地转过身 那我可以吃饭了吧 不可以 他拎起我就进了房间 伴随着门咔哒一声 光线消失 我紧紧抓住他的衬衣 声线发紧 你要对我做什么 齐宇川低头 你说呢 话落 咔哒 灯亮了 齐宇川人母狗样地靠着门 注视着我红透的脸 回头 我被他揪着转了个身 床上四四方方摆了一排剧本 挑一个你喜欢的呀 齐宇川把我的头掰过去 看着床面想保持热度 就拍点好的 我打眼一瞧 差点给他跪下 这些好本子 是我经纪人喝到胃吐血 都拿不到的 他摘掉领子上的黑色蝴蝶结 坐在旁边的沙发里 不急 慢慢选不出来 今晚就别走了 我激动地热泪盈眶 前夫 我没想到 你还爱我 别品齐宇川面 无表情选 我挨个看了 还虚心地请教了齐宇川的意见 这件事上他倒是不吝辞辞 很快 我敲定了一部古装戏 齐宇川点头 给自己的经纪人打了个电话 那个古装戏我接了 你要跟我搭戏 刚好我也喜欢 别想太多 前妻他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儒雅精致的 比如现在懒洋洋坐在沙发里 勾人得很 我们四目相对 沉默了会儿 齐宇川说 你先洗啊 一个小时后 我两眼无神地从他房间里走出来 扶着腰给闺蜜发了个微信 我又给他睡了 闺蜜 没事 老夫老妻了 谁先没忍住 闺蜜 禽兽啊 好消息时 我拿到了一个本子 别说了 越听越向全色交易 当然 这也不能算是奖励 齐宇川那禽兽心情极好的告诉我 他只能给我争取到试镜资格 能不能拿到还要靠我自己 不过他十分乐意帮我对剧本有偿 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打开了手机刷今天的直播回访 自从上次颁奖晚会 娱乐圈就衍生了两对CP粉 一对是磕张霄费和齐宇川的 叫齐孝夫妇 一对是磕我和齐宇川的 叫邪门CP 今晚弹幕异常活跃 不少人抱怨导演 我就冲着齐孝夫妇来的 怎么不多放几个镜头啊 正牌CP干不过邪门 CP 你看隔壁苏婉宁家的粉丝 已经剪好二十个视频了 没办法呀 张霄飞是混国外影坛的 跟齐宇川的作品剪不到一块去 我捧着剪辑视频看了半天 突然笑起来 齐宇川段位高 而我只是苦苦挣扎在温宝县的小演员 要想跟他在一起搭戏 简直天方夜谭 但是别说 博主真有才 能把我和他的对手戏 剪出灵魂 视频中的长公主 与腹黑臣子的每一个对视 都充满欲望和挣扎 屏幕上一片粉色 齐宇川 你的眼神不清白 以前怎么没发现苏宁婉演技这么好 眼神会拉丝 求求二位合作一个古装戏吧 但是很快评论区就被水军攻占了 求求苏宁婉要点脸吧 张晓飞跟齐宇川官宣了 你们不知道吗 野机网红别碰瓷 下一秒我就在热搜上看到了爆火的官宣二字 人直接傻掉 从前齐宇川的态度很明确 一切绯闻都是非官方炒作 与他本人无关 因此这么多年 虽然有人说他和张晓飞不清白 但没有实锤 可是现在热搜爆衣张晓飞齐宇川官宣作不得假 下一秒 经纪人给我打来电话 你被扒了 我愣了一下 把我什么了 小三上位 你跟姚总的事为什么不跟我说 经纪人在电话里一顿披头盖脸的质问 他那时候还没离婚 你知道吗 我盯着屏幕上加粗的大标题 华乐公司CEO疑似婚外情 线索指向某苏姓一人 气得浑身发颤 我当然不知道 因为我和他不仅没关系 还有仇 姚泽是我进娱乐圈之初遇到的第一个人 他打着谈合作的名义把我约到了一家酒店 明里暗里是要我跟他发生关系 我泼了他一连酒 从此跟他结了仇 点开经纪人发给我的链接 我看到一段模糊小视频 姚总 下个月的偷吻情书就靠您了 视频里只能看见姚泽的脸和一个模糊的女人背影 巧的是 我就是偷吻情书的女主 经纪人气急败坏 姚泽那边已经发布公告了 要起诉记者 他没有否认 也没有替你证明 这就意味着他在变相引导大众相信这个人是我 经纪人说 婉宁 我们红一次不容易 你解我 我不想再吃糠燕菜了 我知道 我攥着手机叹了口气 很久以前就有粉丝说我不适合娱乐圈 性子直 敢爱敢恨 不会装乖 容易得罪人 事已至此 就连发布声明都显得欲盖迷彰 你把你前夫联系方式给我 说服他公开 我猛地抬起头 盯着镜子里一脸错愕的自己 姐 你还愿意要我 当然 咱们一起爬起来的 没道理丢下你自己跑 电话那头传来笑声 婉宁别怕 我揉了把眼说 可是他刚才官宣了 谁官宣了 我就看见齐宇川和张小飞 官宣了一部电影 还有谁官宣了 我说话突然卡了壳 官宣了一部电影 对啊 影帝和影后合作阵容很强啊 我莫名地松了口气 那就好办了 我拨通了齐宇川的手机 那头接得很快 有风声和虫鸣 还有微微喘息 我顿了下 那个你在 齐宇川深吸了一口气 声音发芽 有话就说 你介意我公开咱们的关系吗 齐宇川一顿 转而漫不经心地笑出声 我们什么关系 我语色 甚至有些恼火 离婚关系过来找我 齐宇川扔下这句话 就挂了电话 留下我愣在原地 去拿找他 很快发了个地址过来 酒店的独栋别墅 专门为VIP客人准备的 我换上运动服 趁着夜色溜出了酒店 天气已经开始变热 短暂的一段距离 让我出了汗 脸上的砖花了一片 靠近灌木丛 我听见了齐宇川的声音 他待会就过来 张潇飞不满地开口说 到底是个靠吃软饭起家的 有必要吗 他俩关系还挺好 我心里发闷 隔着灌木丛说 你好 我能进去吗 谈话声一顿 齐宇川拨开遮挡用的灌木 露出一张清俊的脸 从前面绕过来 我低着头 本着一种谨小慎微的求人姿态 屁颠屁颠走进院子 结果院子里并不是我想的 只有两个人 相反做了有六七个 有制片人 大导演以及张潇飞 面露不解 宇川 我不懂你在干什么 周围几个前辈也露出相似的神情 齐宇川把我往前一推 这就是之前我跟各位老师提过的新人 经验不多 但胜在与角色贴合 没什么 他看了我一眼 心眼为首的男人我认识 是业内大拿陈孝导演 他面色严肃 说两句话听听 我认真鞠了一躬 一秒进入状态 各位老师好 我叫苏婉宁 今年二十五岁 离过婚 目前正在闹绯闻 说完除了张潇飞 周围的老师们都笑了 张潇飞皱皱眉 我们讨论的是你的能力 不是你的八卦 任何时候都想靠绯闻打开知名度 没有用的 这些话被我当成了耳旁风 我继续说 最近我的负面舆论太多 希望各位老师慎重考虑 以免对作品产生不好的影响 陈导饶有兴慰地盯着我 你不怕这么说 我们不用你了 那也不能骗人 机会有很多 但口碑不能毁 陈孝这才露出微笑 跟齐雨川说 确实贴合角色 是个诚实的孩子 齐雨川两手插兜 谈笑自如 我看上的一般不会差 他们还有事情要谈 我便被齐雨川拎到了别墅里 你是怎么打算的 到门口的时候 他揪住我 齐雨川个子很高 几乎把我包进他的影子里 我琢磨半天说 我想跟你公开姚泽那段视频拍摄时 我正在跟齐雨川鬼混 刚好可以证明我的清白 但是对他的事业没有任何好处 如果你不愿意就算了 反正我直播带货也能活 不一定非得当演员 去屋里坐会儿等消息 他撂下一句 顺手拍了拍我的头 随后朝外走去 我人傻了 耳根子有点发红 飞快推开门钻进别墅 齐雨川的外套随意地搭在沙发上 桌上就放着一杯热奶茶 还在冒着热气 手机突然收到一条消息 没加糖 我回头看着玻璃窗外的齐雨川 发现他也在看着我 于是迅速低下头 缩在沙发里 思绪纷乱 我从晚上六点一直等到半夜 也不知道怎么就昏过去了 半夜醒来发现已经躺在了床上 身边还躺着一个人 呼吸均匀 我习惯性地摸了摸 嗅到了熟悉的气味 靠过去 醒了 嗯 我含混地回应 这床不太舒服 给你铺了软垫还是不舒服吗 我眼皮发沉 连说话都费力气 齐雨川 你是不是给我下药了 牛奶助眠 你已经好几天没睡好了 突然一阵刺耳的手机铃声 驱走了瞌睡虫 我恼火地爬起来 跨过 齐雨川 精准摸到自己电话 因为它就跟以前一样 摆在齐雨川旁的床头柜上冲着电 我滑开手机 听筒那头传来一道低沉的声音 婉宁 想好了吗 考不考虑我的建议 哪怕对面化成灰 我也能认出来 夜内蛀虫 瑶泽 什么建议 没我你走不长远的 我不计较你泼我的水 你看你长得漂亮 只差一个机会 我还没什么反应 齐雨川的神色先凉下来 他夺过我的手机 你好 请问哪位 听到男生姚泽一愣 你谁呀 他老公齐雨川暗亮了床头的小台灯 将被子蒙在我头上 没有人叫过你 半夜不要给有妇之夫打电话吗 谁呀 敢管老子 齐雨川瞇了瞇眼 眸中闪过一丝风锐 转而看向我 我缩了缩脖子 莫名觉得他生气了 于是求生欲极强地说他叫姚泽 电话那头传来姚泽的怒骂 苏婉宁 你是不是有病 你看有的人就是这样 敢做不敢当 心 雨川恩了声 姚先生 幸会 我是齐雨川的大名 谁不知道 姚泽率先挂掉了电话 齐雨川站在黑暗中 身影挺拔 透过小夜灯 隐约还能看见机里分明的人余线 他的事之前怎么没跟我说 我以为都过去了 齐雨川将手机随手撇进被子里 向我靠近 那个姚泽不会说出去吗 他不敢 齐雨川包吊挂在我身上的被子 睡醒了就来对剧本 齐雨川太知道怎么让我听话了 在拍戏上 我一向秉着认真严谨的态度 睁着朦胧的眼 乖乖爬起来 对哪一场夜戏 我愣了几秒 突然脸颊爆红 这是作品中唯一一段激情戏 在长姐离奇失踪多年后 我饰演的树妹最终和 齐雨川饰演的姐夫突破禁忌走到了一起 这个时节天气转暖 窗户都是半开的 晚风温柔地吹入室内 月光柔和 声音再软一些 这样吗? 我跨坐在齐雨川面前 手搭在她肩膀上 对上她平和深邃的目光 姐夫 我们不该如此齐雨川 侯杰微微一滚 手掌贴在我的后背上 轻轻抚摸 男欢女爱有何不可? 她演技高超 举手投足间 演出了姐夫 对树妹强烈地占有欲 这一场戏对我比较友好 因为我的角色过于被动 不存在揭不住戏的情况 我浑身不自觉地发着抖 被她强大的气场所侵袭 我不想对不起姐姐 够了 齐雨川淡淡斥责 你私藏我玉佩 当我不知 既有贼胆 便不怪姐夫逼你 掌心之下 是齐雨川强劲有力的心跳 我张了张嘴 呼吸炽热 齐雨川 你 她眸光深邃 缓缓握住了我的五指 苏老师眼神不能躲闪 她捏着我的下巴吻上来 抱住我彻底软倒的身子 躲了就要接受惩罚 许是因为有角色带入 齐雨川格外动情 我慌得胡说八道 一会喊她姐夫 一会喊齐雨川 她被逗笑了 捏着我脸上的软肉 婉宁复婚 我没力气说话 慌乱中把手机推散到地上 我的手机 齐雨川咬住我的耳朵 笑着说 乖 你现在自身难保 第二天一早我就被争执声吵醒了 你都不清楚她是什么人就敢留宿 雨川 你在想什么 这是我的私事 萧妃 我们只是老同学 齐雨川声音闲适 反观张萧妃 有些气急败坏 谁都知道她为了资源不择手段 这是我有必要让伯父伯母知道 萧妃 等等 你不用说了 她跟她那个不入流的前夫 都不是你该管的 齐雨川深吸一口气 有没有可能 我就是她那个不入流的前夫 你说什么 我结过婚 苏婉宁是我前妻 客厅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张萧非好半赏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雨川 我 你当时怎么不跟我说 当时问过爸妈的意见 他们说你远在国外发展事业 没必要 齐雨川 语气平淡 毕竟我和你也只是因为父母相熟才认识的 不是吗 我躺在床上 默默发了个声 就听张萧妃强颜欢笑 那我们也认识好多年了 结婚都不说不厚道 今天大家 还有行程 就这样吧 齐雨川单方面结束了对话 听到门关上的声音 我才慢慢从床上坐起 撞见她推门进来 把你吵醒了 我猛的 今天有什么行程 齐雨川把一件套头衬衫套在我脖子上 摸了摸我的头也擦 经过一夜时间 姚泽的小视频已经被删干净了 但影响力还在扩大 尤其是姚泽发了一篇内涵 我的小作文昨夜与某一人通过电话 只能说 人往高处走 喜心厌旧 狗改不了吃 网友议论纷纷 苏婉宁姚泽给她点了个赞 客代表昨晚跟苏婉宁通过电话 女方令攀高枝了 我的主业昨天已经发布了声明 否认自己是视频里的女主角 结果 下面成了重灾区 请你正面回应 有没有通过《潜规则》拿到角色 还想跟张霄非比 人家是平实力 你是平身段 姬操否认公告律师含谁信啊 一些脏话更是不堪入耳 所以当我让齐宇川给经纪人打电话的时候 那头鸭雀无声 齐宇川喊了好几声才把人从呆愣中唤醒 那个老师 您真是婉宁前赴 齐宇川笑了 如假包换 我这边会同步发布声明 不过需要等一下 热度越高 后续翻盘 婉宁的名气就越大 其实说起来 齐宇川更像个狡猾的资本家 昨晚他问我 别人骂你难不难过 我说还好 反正是要澄清的 那就等等 赌一把 大的热度是节目组最喜欢的东西 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 节目组趁我们吃饭 搞了场网络直播 张霄非和齐宇川应邀在列 直播间人气空前 嗷嗷嗷 齐宇夫妇好搭 多给他们一些镜头 感觉观察嘉宾比其他几对好客 镜头扫过我的时候 我正坐在齐宇川正对面吃奶油蘑菇一面 网友们掩盖不住的嫌弃 不要看他 感觉他好无聊 除了吃就是吃 也不会跟人交流 缺乏综艺感 楼上你没事吧 晚餐时间不吃饭 干什么 认真干饭的人最可爱 别可爱了 他一身风流寨 快被封杀了吧 由于骂我的人太多 直播间热度很快 杀出重围 扶摇直上 我也竭力忽略众人异样的目光和弹幕 埋头吃饭 慢点吃 突然 对面的齐宇川 开口嘱咐了一句 我抹了把凌乱的发丝 点点头 想说点什么 此情此景 却不太合适 弹幕画风突变 什么鬼 刚才齐宇川跟谁说话了 是我没睡醒吗 好像是苏婉宁坐在齐宇川旁边的 张晓飞适时抢过镜头 宇川 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家对面的馄饨铺吗 齐宇川点点头 记得 我偶尔过去 张晓飞回头从背后的备餐桌上端来一碗挑着油花的馄饨 知道你爱吃 我特地跟老板学了这门手艺 你尝尝有没有区别 弹幕飘起了小爱心 感动 谁能拒绝一碗爱的馄饨 齐宇川 你给老娘吃光 我悠悠地盯着摆在齐宇川面前的馄饨 齐宇川十分敏锐 你想吃我不 下一秒 那碗馄饨被推到桌子中间 齐宇川笑着说 萧飞的厨艺一绝 我自己吃毒食可不好 大家都尝尝 众人早就被馄饨的香味勾得蝉虫发作 纷纷向张晓飞道了谢 齐宇川难得起身 用勺子给大家分馄饨 我碗里多出一个最大最肥的 齐宇川 你是不是不行啊 那可是张萧飞给你包的 呜呜呜 川很有教养啊 张萧飞坐在那 眼神不着痕迹地扫过我碗里的馄饨 笑容淡下去 万宁 你跟你前夫离婚了是吧 这种话题放在往常的节目属于事故 可这是前任恋宗张萧飞提问 顶多算是给节目组抛稿 我放下筷子点点头 是啊 齐宇川眼都不抬 不离婚 能叫前夫 不过复合的也挺多 网友接查 刚复婚的人在此 当时年纪小 不知道老男人好 其实不复合也行 没人觉得齐宇川和苏婉宁很搭吗 就是不怎么说话 你俩认识一下呀 突然直播间里跳出了一个兴奋的网友 大瓜 齐宇川和苏婉宁有一腿 你是懂标题的 明天来上班 求同人文 不是碗梗 是真的 录音为正 直播间的弹幕渐渐变得稀疏 人数掉了几万 在短暂的下沉过后 突然迎来了一个高爆发 刺激刺激 怎么搞的 苏婉宁和齐宇川认识 嘶哈嘶哈 我只是希望他俩认识一下 没想到他们晚上睡一起 这跟我躺在他们床底 有什么两样 工作人员在灌木丛后 跑来跑去 我一脸茫然地叼着面条 人傻了 导演突然朝我俩走来 当着直播间的面说 齐老师 您的账号刚刚发布声明 您和苏老师之前是夫妻 齐宇川十分淡定 我们刚离婚 正在考虑复合 导演临走的时候 嘴里还念叨着 我要飞黄腾达了 还有什么比在节目录制中 捕捉到一个关于嘉宾的大瓜 更让人兴奋的呢 我和齐宇川的录音 只有很简短的一段对话 是在别墅里跟他对戏的时候说的 我的手机乖 你现在自身难保 但足以证明 我们的关系也足够让网友疯狂 我的粉丝后援会终于扬眉吐气 连夜剪辑了一百多个视频 你什么时候录的 我问齐宇川 不是我某个狗仔想抓我的绯闻敲诈一笔 在别墅里安了偷听设备 不过刚好有用 就剪了一段 齐宇川说 这些话的时候 正优雅地给我的奶茶插吸管 姚泽的谎言 不攻自破 因为齐宇川不可能无聊到 替我一个十八线小演员出头做伪证 并且一次性在个人主页 放出了九张聊天记录截图 从我们认识到领政见家长面面俱全 比姚泽一个脸都认不出的小视频更可信 姚泽的动态最终停留在几天前的深夜 评论区扎满了人造黄 咬死全家 你和你的水军不得好死 下头难 婉宁曾经在直播间里说过 有人想潜规则他 被他泼了一连水 所以后来事业不太顺利 原来如此 怪不得我一直觉得他演技不错 也很努力 就是演不了证据 女主 短短一周 我经历了事业上的大起大落 最终尘埃落定 我只是一个人缩在角落 不停地刷着新增的评论发呆 说是不在意 可是怎么可能不在意呢 宣传组趁热打铁在官方号主页搞了一些互动投票 你喜欢的CP助力复合 在这话题下 画风逐渐邪门 柯嘉宾我理解 柯观察嘉宾我就不理解了 不对 柯苏婉宁和齐宇川 我能理解为什么要提张消费 劝苏婉宁粉丝不要太邪门 都离婚了 还想蹭前夫热度 然而我当网红发家粉随正 主打一个随性就要提 不爱看去骂苏婉宁 别骂我粉丝行为正主买单 宁姐别管我死活 出人意料的 还吸引了不少路人围观 不出一天一条我和齐宇川的古风混减霸榜 邪门又好磕的CP 一时间各路粉丝掐架 有路人有PP黑 有网络水军 直接把节目组的热度拱上了一层楼 我的超话瞬间涌进了无数人 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流量 一周后 我报了警 姚泽被警察带走了 他在里面对着我破口大骂 我坐在警察旁边痛哭流涕 警察同志 他总是恐吓我 我诊断出了抑郁症 还有之前他要我给他提供幸福物 我有录音 还有没有天理啊 齐宇川把他的律师借给我了 律师大叔 公文包往桌上一扔 半句话不说 主打一个震慑作用 我哭得越来越惨 没多久 姚泽哭着跪在地上 让我放过他 从警察局出来的那天 风和日丽 齐宇川靠在车上 身上染了一束光 他看着走到面前的我 用拇指给我擦掉枯花的眼线 笑道 花猫 晚上要不要去家里吃饭 一般他说 家里就是齐家 不会打扰叔叔阿姨吗 周末他们休息没关系 十一距离我跟他离婚不过几个月 齐宇川的父母对我还算不错 所以我们也瞒着没说 我带着大包小包的礼物上门 开门的却是张晓飞 他看见我突然扬起笑容 伯父伯母玉川来了 还带来了他的前妻 我和齐宇川对视一眼 张晓飞把我们离婚的事告诉叔叔阿姨了 据我的了解 叔叔阿姨一向不关注娱乐圈八卦 所以我和齐宇川的事 除非有人亲口告诉他们 否则叔叔阿姨是不知道的 果然刚进家门客厅里 就能感受到浓浓的低气压 我和齐宇川坐在餐桌前 齐叔叔沉着脸问 谁先提的 齐宇川说是我 他 齐叔叔将筷子狠狠拍在桌子上 你脑子没了 说完拎起旁边挂着的戒指就要上 我一把挡在齐宇川面前 哆哆嗦嗦地说 叔叔 是我提的 天知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 人人都快吓傻了 你提得齐叔叔一脸杀气 他怎么你了 我支支吾吾的没敢说 齐宇川把我拽到后面 没你的事 齐叔叔揪住齐宇川就打 是不是你乱聊小姑娘了 屋里突然乱作一团 张霄飞僵在一旁 一脸复杂地看着这场闹剧 齐宇川笑得温吞 爸 清点 打你儿子还得用这张脸追人呢 我让你追 我让你追 齐阿姨 把我拽到身边 离远一点 别伤着你 我尴尬得都快钻进地缝里去 对不起阿姨 是我嫌她总不着家 还那是她的问题 她给我端了杯牛奶 放心 大男人打两下坏不了 张霄飞欲言又止 几次之后说 阿姨 其实这件事真不怪宇川他们都说 萧飞你也喝 齐阿姨也给张萧飞倒了一杯 家事 让你见笑了 你难得来一趟 招待不周 一句话堵得张萧飞哑口无言 他看起来可不太想当客人 齐叔叔回来的时候气消了些 我端了碗鸽子汤 小心翼翼地说 叔叔 喝点汤吧 齐宇川跟在后面说道 跟你儿媳妇好好说话 我还不知道好好说话 齐叔叔瞪了他一眼 扭头脸上挂着一个中年男人别扭地笑 孩子 多吃点 别害怕 我往齐阿姨旁边靠了靠 好的 这顿饭在沉闷的气氛中吃完了 张笑飞打量我一眼说 阿姨 我给您带了燕窝 记得吃 以后我会常来看您的 齐阿姨恩了声 谢谢你 待会把门口的海参带走送给你妈妈的 对了 有没有男朋友啊 没有呢 张笑飞脸上浮现出红韵 悄悄看了对面一眼 羞涩道 宇川这不是还单身吗 齐阿姨笑起来 他一个大龄二婚男 你跟他比什么 难道 你要等他二婚随份子 张笑飞有些尴尬 我是说对了 婉宁 你有没有喜欢的人 齐宇川 冷不丁接茬 妈 他喜欢我去 你的自恋狂 我端起盘子 逃进了厨房 齐宇川跟进来 把门彻底反锁 你干什么 齐宇川揽住我的腰 低头亲了口洗碗 顺便跟你商量商量复婚的事 我攥着盘子陷入了沉默 齐宇川从我手里接过清洁布 说 如果是因为张笑飞的问题 我之前说过 我和他只是同学 我不喜欢他 我点点头 把脏盘子递给他 其实他之前都跟我说过 还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跟我说 我想了想 我爸妈离婚前 爸爸也是这么跟妈妈说的 他们只是普通的同事 甚至我爸爸还会当面斥责那个阿姨 所有人都以为他讨厌他 不会跟他在一起 最后 我爸爸还是跟阿姨走了 水龙头开着 齐宇川低着头 将手上的泡沫冲去 我打开了画匣子 我根本分不清正常的界限是什么 如果爸爸连讨厌的人都能娶 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觉得宁可错杀 不可放过 齐宇川声音很轻 替我补全了画的齐宇川 撑着洗手台歇了会儿 慢慢解开围裙 万宁 你喜欢我吗 喜欢 齐宇川点点头 转身拉开厨房的门 看向客厅里的张晓飞 晓飞 跟我谈谈 我不知道齐宇川跟张晓飞说了什么 那天张晓飞红着眼睛跑出去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就连电影女主也换了人 你跟她说了什么 看着张晓飞个人主页换成了一片素白 我有些好奇 只是劝她去追逐真正想要的东西 齐宇川正盘腿坐在茶几一角 帮我瞄着我半途而废的数字油画 那是一幅色彩亮丽的向日葵 我当卖货主播卖的第一件商品 如今在齐宇川手里完成了大半 齐宇川沾上黄色染料 把最后的花瓣补上 用纸擦了擦 我和张晓飞从小一起长大 我知道她真正的梦想 其实是好莱坞 可惜她是个恋爱脑 拒绝几次都无济于事 我撑着下巴 这次她就死心了 齐宇川笑道 她问我为什么喜欢你 我回答了原因 她就离开了 你为什么喜欢我 齐宇川把话扶起来 笑咪咪地说 保密 她向来有问必答 唯独对这件事 讳莫如深 我换了个问题 之前你拍民国电影那会儿 我去探班 听见你说她还没回国 先这么过着是什么意思 齐宇川缓缓促眉 什么时候的事 去年八月份 齐宇川眯着眼睛 似乎在追溯当时发生了什么 突然 她摸出手机 给人打了个电话 喂 齐老师 啥事 齐宇川神情严肃 你初恋回来了吗 她憨笑几声 回来了 齐老师 多亏你劝我 不然我真分手了 老婆都追不到 齐宇川把手机递给我 说 当时我怎么跟你说的 再说一遍 估计对面 也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奇葩的要求 说起来有些羞涩 您说 她还没回来 先这么过着 异地辛苦 不要轻言放弃 放心 我能寄到死 以后当家训 挂掉电话 气氛有些尴尬 这种听话听一半就跑的毛病确实不该犯 对不起 我有些羞愧 我以为你在等张霄飞 齐宇川叹了口气 摸摸我的头 其实我知道你不只是因为这个 那天你吃麻辣烫的时候 边吃边掉眼泪 婉宁 当时我觉得我是个糟糕的丈夫 事业忙碌 非闻缠身 如果离婚能让你感到好受一些 我可以放手 我的心变得雀跃 像一只凌空挑飞的羽毛 绕着温暖的阳光打转 满是亮堂 其实我妈妈说我不该走她的老路 她被人背叛过 对所有人都心怀戒备 人跟人是不一样的 可是我终究还是受了一点影响 在妈妈死后的六七年里 变得随性自我 宁愿报城求伤害别人 也不愿意敞开肚皮 任人抚摸 我和齐宇川复婚后 接到了一位综艺导演的邀约 她说她想采访我和齐宇川的恋爱过程 此时我正在跟齐宇川拍摄困城那场著名的夜戏 在风雨交加的夜晚 一调过结束后 我披着毛巾跟在齐宇川后面进了休息室 记者已经在等了 看见我们进来笑着说 刚才有幸看到二位老师的拍摄现场 演得真是太好了 齐宇川给我倒了一杯姜茶 她进步很快 我红着脸 为得到她和导演的夸奖 而感到高兴 时间紧迫 采访只能在灯泡坏了一半的休息时进行 为了保证效果 还进行了现场直播 由于我和齐宇川拍戏消失了半年之久 直播间的粉丝们都很热情 川川好想你 婉宁解瘦了 要多吃饭呀 我跟齐宇川并肩坐着和大家打招呼 记者笑呵呵地把话筒递给我 苏老师 您是从什么时候喜欢齐老师的 我摸了摸鼻子 这件事大家应该都知道 弹幕笑疯了 故事要从一个喝了酒的夜晚说起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川 齐宇川倾咳一声 不要听他瞎说 是他追我一头雾水 我什么时候追你了 齐宇川扯扯嘴角 那你在隔壁剧组隔着炸了 喊我哥干什么 我卖货卖习惯了 又不是故意的 再说了 我刚入行 经纪人让我对人热情一点 我给你递瓶水 没毛病吧 弹幕小学姬吵架 对哦 晚宁最开始是卖货主播 记者开始向齐宇川提问 齐老师 换您了 齐宇川把我的头扭正 对着镜头说 我从他卖货的时候就喜欢了 我愣了 问 这么早吗 对 那时候我刚入行 齐宇川扣住我的头顶 不许我看他视镜接连被逼 更有导演说我态度不好 不敬业 没有天赋 这种情况持续了整整一年 我生日那天又被人拒绝了 自己一个人坐在视镜现场 点进了他的直播间 他在卖数字油画 扛着那么大的相框 妙语连珠 网友都是有记忆的 很快扒出了我当年的视频 怪不得我看着眼熟 他是当时哭了的小主播 好像还被营销号赚风了 打工人也不容易 我挣扎着 还是逃不开齐宇川的前置 憋得脸都红了 齐宇川说 我当时问了句心不辛苦 他就哭了 一边哭一边卖货 都是讨生活的 都不容易 苏老师哭着承诺送我一个小礼品 于是我关掉直播间 决定再是一次 齐宇川摸了摸我的头 记者似有所感 难道说 那次视镜就是您的开山之座 没错 我拿到了踏哥的男主弹幕 十分激动 嗷嗷嗷 我就是踏哥认识的川川徐哥至今是我心目中的男主天花板 所以说没有苏老师就没有徐哥 齐宇川第一次对着直播间的观众说 没错 没有苏老师就没有我 我脸红成了柿子 浑身像掉进主肺的开水里 原来在很久之前 我们就有过交集 记者一脸以母笑这件事 苏老师不知道吧 不知道 我声音发虚 这样比起来 我喜欢她的原因好肤浅 大家都笑起来 很快 第二场戏要开始了 我们匆匆结束了采访 临走时 记者认真地跟我们说 二位老师 你们是我科的第一对CP 祝你们长长久久 困城杀青的那天是我的生日 也是离开父母这么多年以来最热闹的一次 其实现实就是这样 人在高处时 花团紧簇 人在低谷时 无人问津 我捧着跟我一样宽的花束 站在中间给大家分蛋糕 临近秋天 晚风已有良意 经纪人喝多了香槟 坐在斑驳的天台上 高定小西装 滚了一道墙灰 如今 她也不再是寂寂无闻的经纪人 她开始有了人脉 有了地位 别人送来的剧本 她有权利吹毛求疵或者直接拒绝 我拖着一块小蛋糕在她旁边坐下 姐只抢到一小块给你的 她笑了 眼里湿湿的 婉宁 我真没想到能有今天 我黑黑笑了两声 我也没想到 我们如今算熬出头了吧 嗯 熬出头了 她裂开嘴带了哭腔 好样的 婉宁 好样的 她接过蛋糕 一口塞进去 我举着叉子 善善地收回了手 咽了口唾沫 姐 谢谢你没放弃我 我晃了晃腿 其实如果没有齐雨川 我们或许会辛苦一些的 到现在 还有一些 黑字说我嫁得好 如果没有齐雨川 我什么都不是 经纪人哼了声 别听他们放屁 我们婉宁直播卖货的时候 业绩第一 后来演戏了 演什么像什么 要不是姚泽压你早红了 再说了 她回头朝远处的陈孝导演努努嘴 你真以为陈老师是非不分啊 你要真是烂泥服不上墙 她压根不会让你进祖夜 对哈 我开始傻乐 我自己也不差 就是我喝了一些酒 从天台上下来的时候 人已经开始亮呛 也不知道是哪位好心的同行喊了一句 齐老师 你老婆醉了 紧接着 我就被人抱起来 我望着黑沉沉的夜空 突然被齐宇川的脸遮住 不满地揪住他的耳朵起开 他气笑了 我起开 你摔地上 我非要骑在齐宇川脖子上看星星 结果 当晚他把我驮到越野车车顶 用大衣将我裹住 看吧 看个够 我靠着齐宇川问 后来小礼物给你没有 齐宇川叹了口气 没有 我忘记下单了 我点点头 是挺可惜 月底因为一单之差 败给其他店 我们店老板破产了 然后 我被人捡到 去演了网剧齐宇川抱住我 也许我们之间 就是命中注定 深秋的季节 群星高悬 远处松浪起伏 海声喧嚣 我枕着齐宇川的肩 早几年 我真的不会想到 有一天 自己会成为一个大明星 刚入行的时候 每个人都说我不是演戏的料子 我笨拙 没天赋 不圆滑 甚至连潜规则 都接受不了 不会有大出息的 可是我就是火了 靠一部寂寂无闻 制作精良的小成本网剧 那你预想的是什么样子 直播一节 或者是重新打工 攒学费去考研 其实 每一条路都不容易 我们并不会知道 每一条路的终点是什么 也会在前进的过程 一而再再而三地质疑自己 可是我还年轻 我有走下去的勇气 天边划过了一道流星 我闭上眼睛许愿 齐宇川睁着眼 侧头盯着我笑 直到我许完 才发现许的什么 他问我 兴奋地两眼放光 我用了五年的时间 从直播间走到了大萤幕 所以 我有信心 用下一个五年 变成更好的自己 齐宇川眼神里 有东西在闪 他重新枕着胳膊躺下去 看着群星遍布的天空 我戳了戳他 你刚才怎么不许愿 他说 我的愿望只有一个 什么拔起明星 据为己有 齐宇川侧过头盯着我 他现在已经是我的了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父亲的葬礼上 唯独少了六叔 母亲抱怨不止 八年后 六叔发来微信 短短七字 我们全家吓傻崩溃了 我叫张丽霞 今年五十岁 我的娘家在宜蒙山深处的一个小村庄里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大家都靠种地为生 我父亲兄弟六个 他是大哥 父亲和六叔之间差了十八岁 我另外还有两个姑姑奶奶家 一共有八个孩子 当时我的老奶奶还在世 全家一共是十一口人 在那个年代里 人口多的大家庭比比皆是 当时我们村里要是谁家只有五六口人 那就太少了 奶奶家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那么多孩子等着吃饭 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很少有吃过饱饭的时候 母亲经常和我们说 她刚刚嫁过来的时候 每到吃饭的时候 屋里的吃饭桌子上根本待不开 我的叔叔有的围着茅台吃饭 有的蹲在锅屋里 还有的端着饭碗 直接去了大门口 冬天的时候 我几个叔叔的棉袄都露出了棉花 棉袄里面连个秋衣都穿不起 光脚穿着棉窝子鞋 脚脖子露在外面 尤其是我的六叔 他最小从来穿不上一件新衣服 都是捡哥哥姐姐的衣服穿 母亲说六叔时好几岁了 还穿着他的一个大红袄 他也不嫌弃 六叔说 只要穿着暖和就行 管他红的绿的 那时候 能有件衣服遮体 有东西填饱肚子就不错了 谁还去挑吃挑穿呢 奶奶家的孩子那么多 条件那么差 可是那时候 父亲兄弟几个从来不吵架 都是大的让着小的听大的安排 我母亲说 他结婚的时候 六叔才六岁 当时是正月到春寒 六叔冻得流着鼻涕 跟在母亲身后要洗糖吃 当时姥姥加给母亲的陪嫁是一个柜子 用红漆染的 红彤彤的 非常喜庆 柜子里姥姥给放了几条饼干 在那个遥远的年代里 饼干可是少有的点心了 母亲说 六叔天天来我家 就是为了要个饼干吃 那几条饼干 都被他零零散散地给吃光了 当时奶奶家特别穷 母亲说 分家时 奶奶分给父亲半条子 黄豆 二十斤小麦 就这些家底 面对一贫如洗的日子 母亲愁地哭了好几天 当时我姥姥家的日子比奶奶家宽裕点 姥姥家住一河边 那里的土地特别肥沃 不管种什么庄稼都会有大丰收 奶奶家的那几母山岭博地 收成就少得可怜了 当姥姥家知道母亲的日子过得艰难的时候 老爷和大舅二舅用独轮车推了几袋子粮食 还有一大车干柴给我家送来了 我家里有了吃的 六叔常来蹭饭吃 那时候家里烧火做饭都没有柴火 母亲去扫树叶子烧 但是村里就那些树 还能掉多少树叶子 我姐出生以后 母亲坐月子 我们这里民风淳朴 不管谁家儿娶女嫁或者生了孩子 邻居都要送礼的 生了孩子之后 基本上邻居送上两包红糖 几个鸡蛋 几包挂面 就是俗称的送竹米母亲月子期间 六叔直接没有回奶奶家住 她在我家的小洞屋里睡觉 就为了能吃点好东西 母亲带她 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 她吃什么就给六叔吃什么 六叔只比我大九岁 从我记事起 六叔就一直带着我玩 我从小就像个男孩子一样 风风火火的 和六叔有很大关系 我记忆犹新的是 那年下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 几十年前说下雪就是下额毛大雪 不像现在下雪就像撒几个盐栗子 六叔领了我去外面玩的时候 我个子矮小 厚厚的积雪快到我的胸口了 六叔和那几个小伙伴在雪地里打雪仗 他扑通一下跳进雪窝里就找不到人了 我都急哭了 六叔很疼我奶奶 给他煮个鸡蛋 他不舍得吃 得把鸡蛋黄给我吃 父亲非常勤劳 头脑也很活络 我们在村子里是头一份买拖拉机的人家 我父亲有了拖拉机以后 不久又开了磨面房 日子终于慢慢好起来了 那时候 母亲只要给我们买衣服 买鞋子 都会给六叔爷买上 哪一次也少不了他的 在母亲的心目中 早已经把六叔当作了自己的孩子 六叔初中毕业之后 小小年纪就跟着村里人外出打工了 六叔虽然去了外地干活 但是每隔几个月都要往家里写一封信 我们村里所有的信件都放在村委大院里 有一个看大门的 我得叫他大爷爷 只要谁家有信 他就用大喇叭吆喝着说谁谁赶紧来取信 我只要听到父亲的名字 我和姐姐争着抢着往大院里跑去拿信 我们特别喜欢读六叔的信 听他描述在那里打工的情景 有一次六叔说他在工地上干活的时候 脚被石头砸了 脚趾盖都没有了 可是他一天工也没有歇 自己胡乱包扎了一下就继续干活了 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和姐姐在说 六叔真勇敢 要是咱的话 脚趾甲盖掉了 那还不得疼死呀 母亲却在一边心疼地掉眼泪 父亲也半天没有说话 我就听见父亲和母亲说 老六不容易 年龄这么小就出去打工了 要是条件好的家庭 这样的年龄还不得再好好读书呀 那月二十的时候 六叔从外地回来了 我们都小跑着去了奶奶家 我们一是想六叔了 再就是盼着他从外边给我们带点好吃的回来 六叔从他的大胯包里拿出两个大面包 在几十年前 我们这里面包很稀罕 小卖部里根本没有卖的 只有外出打工坐火车的人在车站上才能买到 那面包香喷喷的 松松软软 上面一层咖啡色的皮 特别好吃 腊月二十三 我们这里逢年级 一大早 六叔就来我们家 说要领着我们去赶年级 六叔豪气地说 大侄女 二侄女 你们说吧 今天想要什么东西 我就给你们买 六叔有钱呢 父亲把我们拉到一边 悄悄地说 你们跟着六叔去赶级 可不能胡乱跟他要东西 你六叔挣钱不容易 年纪这么小就出去打工太难了 他挣的都是血汗钱 再说 他还得好好攒钱以后娶媳妇的呢 我们都懂事得点点头 在集市上看到那些花花绿绿的衣服 我们非常眼馋 尤其是走到卖瓜子、卖糖果的地方 我们也特别想吃 可是我们记住了父亲的叮嘱 我和姐姐谁都没有提要求 六叔一个劲地问我们想买什么 我只好说 那就买一个手帕吧 那时候我看到同学口袋里装着一条小手帕 特别洋气 六叔给我和姐姐买了两条小手帕 是蓝黄格子的手帕 我保留了好几年 遗憾的是 有一次我去池塘边洗衣服的时候 手帕一下子被水冲远了 我坐在池塘边哭了好半天 六叔长得很帅气 一米八多的个子 漫长脸 浓眉大眼的 一点也不输现在的那些小明星 工地上的一个建筑 把头看中了六叔 把他的闺女介绍给了六叔 六叔在当地成家立业了 六叔结婚以后回来的就少了 毕竟离家两千多里路 奶奶爷爷去世后 六叔只回来了一趟 那时候我已经中专毕业 在城里有了稳定的工作 已经成家立业了 六叔最后回来这一趟的时候 来我们家住了一个星期 每天早晨我都会早早地起床 给他冲上一碗鸡蛋茶 倒上一点香油 再咬上一点蜂蜜 六叔非常感激 说他年纪还不大 不用这么照顾他 我笑着说 这是我爸爸的待遇 我爸爸来我家的时候 我就这样给他冲鸡蛋茶 我编着花样 做饭给六叔吃 也请他去饭店吃饭 六叔临走的时候 我和丈夫陪他去了商场 给他挑了一身衣服 六叔穿上以后非常帅气 我们把六叔送到车站 我悄悄地塞给了六叔一千块钱 当时我的工资才八百来块钱 我让他在路上用的 六叔的眼圈当时就红了 我说穷家富禄 在路上买点东西吃的 六叔坐上车以后 我还嘱咐他有空的时候就回来看看 我给买车票 我父亲在六十七岁那年 突然查出了癌症 当我们把这个消息告诉六叔的时候 六叔也很难过 他说要抽时间回来看看父亲 但是父亲生病期间 六叔从没有回来过一趟 他只是给父亲寄回来了五百块钱 还买了一些营养品 我母亲非常伤心 整天数落六叔 说他从小把六叔养大的 拿着六叔没有二薪 但是没想到父亲重病之后 他又却不回来看看 每当母亲抱怨的时候 父亲还在替六叔说话 他一直护着六叔 他说老六不是没良心的人 他不会忘了我的 他不回来肯定有他的原因 但是让人难过的是 直到父亲去世前 六叔也没有回来 他打过电话说马上启程回家 但是也没见人影 父亲临终的时候 别的叔叔和两个姑姑都在 父亲睁开眼睛 默默地看了一圈 也没有看到六叔的影子 父亲眼角有泪 他已经虚弱地说不出话了 几天后 父亲闭上了眼睛 我非常理解父亲当时的心情 他多么盼望六叔能回来看看他呀 可是父亲最终没能见到六叔一面 我们沉浸在失去父亲的无尽的悲伤中 对六叔也非常不理解 他在忙 也得回来看看吧 父亲去世后 四叔打电话告诉了六叔 他给我母亲打来电话 但是母亲不接 母亲说到现在了也不回来 打电话管用吗 六叔一连打了十一个电话 谁都没有接 料理完父亲的后事 母亲抱怨不止 说六叔没良心 以后再也不让他进我们的家门 即使他回来了 也得把他赶出去 母亲虽然嘴上这样说 其实我们都知道他心里也非常想念六叔 毕竟他是看着六叔长大的 我们回去的时候 母亲经常给我们唠叨六叔小时候的一些事 说他如何调皮 如何嘴馋 母亲说起这些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他想六叔了 岁月如梭 一晃八年过去了 母亲已经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我们都有六叔的电话 但是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 毕竟父亲去世 他没有回来 这件事深深地伤害了我们 不管什么理由 他总得有句话 有了微信以后 我们建立了一个家族群 刚开始的时候 六叔一直没有在群里 后来不知道谁把他拉进来了 但是他从来不在里面说话 前些日子 我的四叔去外地办事 六叔家的儿子在高铁上工作 正好四叔要去的地方离他那里不远 他就提前给四叔订好了酒店 发到了群里 一时间 沉寂的家族群热闹起来 大家纷纷住四叔旅途顺利 几个堂弟还发了红包 大家抢红包 群里热热闹闹的 破天荒的 一向潜水的六叔竟然也在群里说话了 他挨个给大家问好 我们也问候了他 过了一会儿 我又翻看手机时 我一看有人在通讯录里要加我为好友 留言是六叔的姓名 我马上把六叔加为好友 在微信上 六叔叫着我的小名说 你今年得五十岁了 对吗 我非常惊讶 多年不见的六叔竟然能一口喊出我的年龄 说明了他心里一直记得我呀 六叔说 那年他回来住在我们家 他一直忘不了我们对他的好 看到六叔发来的微信 我百感焦急 热泪盈眶 多年的亲情在撞击着我的心灵 我忽然意识到 当年父亲去世 六叔没有回来 肯定有他的难言之隐 又书贤打字费劲 给我打来了电话 告诉了我事情的始末 原来父亲生病时 六叔想回来看看父亲 可是他打算回来的时候 六婶却突然病了 心脏出了大毛病 医生说要马上动手术 父亲去世的那段时间 六婶正好在住院 六叔根本走不开 六叔告诉我 那几年他过得特别艰难 两个儿子正在读书 都要花钱 六婶的病不轻 为了给六婶治病 六叔把房子都卖了 他说即使去讨饭 也要给六婶治病 六叔得知父亲去世的那个晚上 他去了医院楼下 找到了一个角落 在那里放声大哭了一场 他默默地祈求 父亲原谅他 他实在是回不去 六叔说 父亲去世 他没能回来 是他心里一辈子的伤痛 他知道我们家不会原谅他的 尤其是他打电话想解释的时候 我母亲不接电话 他后来就不好意思再打电话联系了 六叔哽咽着说 大哥大嫂对我的恩情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从小拿我没二心 可是我却对不住他们 六叔说 过段时间他把家里安排好 就带着六婶回来 去我母亲家陪礼道歉 放下六叔的电话 我泪流满面 我平息了一会儿 马上给母亲打个电话 我告诉他 六叔没能回来的 真是迫不得已 我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告诉了母亲 母亲听了半天没有说话 过了许久 母亲说 我们错怪你六叔了 将心比心 其实当时他过得更难 你父亲生病的时候 你和姐姐都很孝顺 出钱出力 可是你六婶治病 谁也没有帮他们一分钱的 也没有帮着照顾的 你告诉六叔 家里的大门永远为他敞开着 他什么时候想回来就回来 不用赔礼道歉 都是一家人 再说他也没有做错什么 我非常欣慰 母亲心里的疙瘩终于解开了 他理解了六叔 也原谅了他 我马上发微信告诉了六叔 母亲随时欢迎他回来 后来母亲告诉我 六叔给他打电话了 打了两个多小时 说起父亲的去世 他气不成声 那天我回去的时候 母亲说 让我给六叔发个红包 我说不 逢年过节 为什么发红包 母亲说 阴历四月十八日 六叔的生日 我一听非常感动 白发苍苍的母亲 竟然还记得六叔的生日 我马上给六叔转账两千块钱 让他一定收下 这是我当侄女的心意 血浓与水的亲情 永远是人生的主旋律 亲人之间即使有隔阂 有矛盾 也就是一层窗户纸的事 一戳就破 家人之间就得相互体谅 相互理解 退一步海阔天空 别为小事斤斤计较 时光易事 亲情不能等待 大家好好珍惜 何谓贵家和事兴 朋友们 你们觉得对吗 欢迎留言评论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天若有情 爸爸失忆了 他记得所有人 唯独忘了我和妈妈 他回到了他的大家族 我们只能在电视上见到他 妈妈带我去找他 他对妈妈说 孩子可以留下 但对于你 我没有记忆 而且他看着妈妈残疾的腿 冷漠道 我应该不会主动和残障人士生儿育女 妈妈没有哭 你只要能照顾好孩子 我同意离婚 后来妈妈也要忘了爸爸了 可爸爸却求着他不要忘 妈妈将腿葬进长裙里 因为爸爸刚刚看着他的腿 对他说 我应该不会主动和残障人士生儿育女 爸爸身边还有个漂亮的阿姨 她叫宋妍 她也盯着妈妈的腿 我很喜欢爸爸 和喜欢妈妈一样喜欢 但今天的爸爸我不喜欢他 难道不知道吗 妈妈小时候 帮家里干活摔伤了腿 外公外婆要把钱留着 送舅舅去最好的学校读书 所以就没有给妈妈好好医治 于是妈妈走路就和别人不一样 她走路时会有些摇晃 身体会比别人慢 可她抱着我的时候总是稳稳的 扶着醉酒的爸爸时 也从未让爸爸摔倒过 她还有病人送她的救死扶伤的锦旗 我的妈妈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妈妈 所以你觉得是我骗你结婚的 妈妈低声问爸爸 爸爸坐在大大的落地窗前 风吹着白色的窗帘和她的发 她没有说话 她现在和以前有些不一样 以前爸爸的头发没有这么短 也不会在耳朵上戴耳钉 现在的她看起来像是电视剧里演的那些坏叔叔 他们说爸爸的记忆回到了22岁那年的她 喜欢宋言 阿姨和妈妈只是普通同学的关系 爸爸不说话 宋言阿姨便笑着对妈妈说 宁血我们都知道你从高中就暗恋惊觉 在惊觉颓废的时候 你承虚而入 我们也能理解暗恋是什么意思 我看向妈妈的睫毛在微微颤动 手指紧紧拽着裙子 她在生气 也在难过 我抱住她 她一向温暖的身体 这时候也有些老 被我抱住的妈妈手慢慢松开裙子 睫毛也不再抖 她轻轻摸了摸我的脸 眼睛温柔地看着我 然后让爸爸家里的保姆带我出去玩 我有些害怕这个大大的房子 完了一会儿就偷偷回到客厅 我站在角落里 听见妈妈对爸爸说 虽然你不记得这六年的事 但你看过亲子鉴定 欣欣是你的女儿 只要你好好对她 给她好的生活和教育 我可以按照你爸的要求和你离婚 爸爸点了点头 可以 他的声音冷冷的 比吹进来的风还要冷 宋妍阿姨不同意 我觉得女儿还是跟着妈妈比较好吧 妈妈摸了摸腿 如你们所说 我是个残废 照顾孩子 我力不从心 而且以后我再婚 带着个孩子也不好嫁 你会再婚 漂亮的宋妍阿姨问道 妈妈将柔软地发波到耳后 笑了笑 不行吗 我今年二十八岁 还有很长的人生 遇到合适的人 自然是要再婚的 爸爸依旧没有说话 他真的好像一点也不在乎妈妈 我跑过去抱住妈妈 哭着说 妈妈 你不要和别人结婚 我要和爸爸妈妈在一起 可最终我还是被留下 因为妈妈对我说 爸爸得了一种叫失忆的病 让我留下来照顾爸爸 原来爸爸生病了 好吧 我原谅爸爸了 妈妈 我会好好照顾爸爸的 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家 我问妈妈 妈妈轻轻抱住我 等爸爸想起我们了 等妈妈 他突然不说话了 我感觉有冰凉的东西 滴在我的肩膀上 我抬头一看 是妈妈的眼泪 妈妈 你怎么哭了 妈妈正正地看着我 好一会儿他才说 没事 是有沙子落进妈妈眼睛里了 我立刻帮妈妈吹了吹眼睛 妈妈现在好些了吗 妈妈笑了起来 亲了亲我的脸 好些了 我的心真是个小天使 我的妈妈笑的时候 真好看 是世界上最好看的妈妈 妈妈走了 她说 她会经常来看我和爸爸 可离开的时候 她却没有回头 她右脚先行 左脚慢一些地拖过去 像一只受伤的小鸟 她一直向前走 穿过一道道树荫 最后 她终于还是停下 转身笑着向我挥了挥手 然后消失在街角的蔷薇花后 我一个人站在大房子的门前 默默掉眼泪 回头时 我看见爸爸也站在窗边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他住的这间房子 比我读书的幼儿园还要大 妈妈告诉我说 爸爸的家族是很富足的人家 爸爸以前就住在这样的大房子里 是和妈妈结婚后才 搬去我们的小家 我回到客厅 宋颜阿姨正在同爸爸说话 今天你见了她有想起过去的事吗 爸爸揉着额头想不起来 一想就头疼得厉害 宋颜阿姨阿妹 她说道 想不起来就别想了 她刚才不是也承认了吗 她就是想通过你摆脱她的原生家庭 你爸也说过 你当时和家里闹崩失联 很可能是那时候她承虚而入 她是医生 想通过怀孕绑住你也是很简单的事 而且刚才你也看到了 她连孩子都不要 只要钱 可见你爸说得没错 她最看重的还是钱 爸爸眉头皱了皱 看向宋颜阿姨 那六年前你为什么离开我 宋颜阿姨回道 我是出国去留学了 先别说我了 你是真的打算要把心心养在身边吗 嗯 爸爸淡淡应了一声 宋颜想了想 那以后我们有了孩子怎么办 我还没做好当后妈的准备 如果你一定要养她 那就先送到你爸那边去吧 我有些害怕 我不想去别的地方 可我又不敢和爸爸说 因为现在的爸爸也让我有些害怕 好在爸爸说她累了 让宋颜阿姨先回去 宋颜阿姨离开后 爸爸依旧站在窗前 窗外是一棵高高大大的花树 粉色的花开得热烈 爸爸就像站在一幅漂亮的画里 他挽起裤腿 看着腿上几道伤疤 我走过去 然后趴在沙发上看着她 她之前消失了很久很久 我和妈妈一直在找她 但是找不到 后来她出现在电视上 在宋颜阿姨电影的发布会上 媒体说她是宋颜阿姨的金主 那天 妈妈拿着手机看了很久很久 第二天便带着我坐飞机来海城见爸爸 可是我们没见到爸爸 只见到了爷爷 说要想把我留在爸爸身边 妈妈就必须和爸爸离婚 爸爸要娶的是能帮到他的妻子 不是妈妈这样的普通人 爸爸是腿又疼了吗 我问爸爸 爸爸看了看我 你知道我有腿疼 爸爸终于和我说话了 我开心地点了点头 是啊 爸爸 你腿疼的时候要妈妈帮你按一会儿就好了 爸爸最喜欢妈妈帮你按摩了 我给爸爸讲当时的情景 可爸爸好像并不相信我 你妈妈让你这样说的 他问我 我摇了摇头 不是妈妈让我说的 是本来就这样呀 爸爸说不可能 说他和妈妈从来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被保姆阿姨带回房间 我抱着我的小熊看着窗外 太阳还高高低挂着 妈妈走了还没多久 可我已经开始想妈妈了 晚上我一个人睡 我做了一个很可怕的梦 我梦见熙熙攘攘的街道上 爸爸向左走 妈妈向右走 留下我一个人在昏暗的路灯下 我不知道要跟谁走 我只能大声地叫他们 可他们谁也没有回头 我害怕地大哭 惊醒的时候枕头都被我哭湿了 我去找爸爸 可这里太大了 我不知道爸爸在哪里 保姆阿姨们告诉我 爸爸还没回来 我听见他们小声说我很可怜 等以后爸爸再娶妈妈在家 我就会被遗忘 他们最后还说 亲生父母都不管我们 费那么多心干嘛 他们下楼去了 留下我一个人躲在被子里 偷偷掉眼泪 妈妈好几天没来 我坐在院子里等等啊 没等来妈妈 却等来了宋颜阿姨 她向四周看了看 然后送给我一个漂亮的芭比娃娃 笑着问我 欣欣是不是想妈妈了 我点了点头 宋颜阿姨说 那你可以去找妈妈呀 我小声道 我不知道妈妈在哪里 宋颜阿姨指了指门外 你妈妈就在你们之前住的酒店里 从这里走出去 向那边一直走就到了 我记得那个酒店门口 有两个大狮子 于是我去找妈妈 我太想妈妈了 可还没等到我找到那两个大狮子 就被警察叔叔拦住了 我告诉警察叔叔 我不是走丢的 我是去找妈妈的 警察叔叔问我妈妈的电话号码 我立刻背了出来 叔叔们都夸我聪明 很快妈妈就来了 真好 妈妈没有忘记我 她跌跌撞撞地进来 紧紧地抱着我 身体一直在发抖 我看到她手上还有刘志珍 我问妈妈 妈妈你生病了吗 妈妈却哭得厉害 都没力气回答我 过了一会儿 爸爸也来了 警察叔叔批评爸爸妈妈 没有照看好我 还说我这样可爱的小朋友 要是丢了 很可能是会丢一辈子的 从警察局出来 爸爸让司机送我和妈妈回去 他还要去公司 妈妈拉住爸爸的胳膊 你不是答应过 我要好好照顾欣欣欣的吗 爸爸说公司现在很忙 有什么事后面再说 爸爸走了 妈妈一直看着爸爸 像是在看一个撒谎的孩子 回到爸爸的别墅 妈妈哄着我入睡 我还没睡着呢 就听见宋颜阿姨的声音传来 她在和别人打电话 孩子没丢成 被警察捡到了 这孩子三四岁了 有点聪明 我担心她知道是我故意让她出去的 她现在被宁雪接走了 宁雪还没回江城 我朋友在医院看到她了 我怀疑她是想找工作留在海城 她肯定不会就这么离开 惊觉地我睁开眼看着妈妈 妈妈冷冷地看着门外 她站起来向门口走去 妈妈脾气一直很好 从未像这样生气过 她手握住门把手 但在准备打开门的一瞬间又放下 然后拿起手机 宋颜阿姨还在继续说 那孩子我肯定不会留在身边养 谁要养别人的孩子啊 后面我会让京觉把孩子送到国外去 办法多的是 行 我现在过来 我们见面说 宋颜阿姨走后 妈妈坐回我身边 她把下手上的刘志珍扔进垃圾桶里 方显阿姨打电话来了 她问妈妈 所以 京觉的记忆是停留在了那场车祸前 把你当时在医院拼了命地抢救她 照顾她的事都给忘了 妈妈恩了一声 方显阿姨又问 那她肯定也不记得 她出车祸是因为送严抛弃她去国外吧 妈妈声音很轻 不记得凝血 别怪我说话扎你心 现在的她才是真正的她 这样的她并不会喜欢你 就算她恢复了记忆 你也不一定能迎送严 要不然还是多要点钱 带着欣欣回江城吧 妈妈摇了摇头 我回不去了 阿显 我的脑部已经开始病变了 我不知道我还能有多久的记忆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意外死去 我必须留下 为欣欣考虑 方显阿姨在那边哭了起来 妈妈安慰她 阿显 别哭了 你身体本来就不好 方显阿姨哭了一会儿 对妈妈说 你千万不能把你生病的事告诉他们 会让他们有恃无恐的 你不如把心交给你父母 妈妈说 我爸骂他们连我这个亲女儿都没疼过 又怎么会疼欣欣 惊欣是欣欣的亲生父亲 他不是坏人 他只是不记得了 方显阿姨叹了一声 可怕的就在这里 他不记得 所以他不会对你有感情 以他那生人物尽的性格会让你受伤的 妈妈说 我知道 但我没有退路了 晚上爸爸回来了 他来房间看我 爸爸对妈妈说 你可以回去了 妈妈没有走 我不回去了 我要留下来 爸爸爸说 孩子是阿姨们没有看好 以后我会让他们注意 今天这样的事不会再发生 你大可放心 妈妈依旧重复着 我不会回去 也不会和你离婚 除非我死了 我们的婚姻才算结束 爸爸冷笑一声 你威胁我 你说是就是吧 妈妈有些疲惫地起身 想要出去 然而爸爸一把拽住妈妈 冷冷道 以前你是不是也这样用孩子威胁我和你结婚 我看过时间 孩子是你在和我结婚前怀上的妈妈 看着爸爸 我没有用孩子威胁过你 是你说想和我在一起好好过日子的 爸爸不信 我为什么要这样说 就因为你在医院照顾过我 所以我就要用结婚来报答你 宁雪 你是不是太贪心了 妈妈的唇动了动 却又什么都没说出来 他想将胳膊从爸爸手里抽出来 可爸爸握得很紧 挣扎之间 桌上的水杯掉在地上摔碎 我挖的一声哭了出来 爸爸妈妈 你们别吵架了 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偷偷跑出去了 一定都是我的错 爸爸终于松开了妈妈 他离开房间摔门而去 妈妈来哄我 他说不是我的错 后来我听见他自言自语说是他的错 是他明知与爸爸之间的参差 却还是负了与他的雨水之欢 我听不懂 我只想爸爸妈妈不吵架 我希望我们能过回以前的生活 可以不住这么大的房子 不需要这么多的保姆阿姨司机叔叔 只有我和爸爸妈妈就好 就很好 爸爸最终还是让妈妈留了下来 因为妈妈说 如果爸爸一定要离婚 他就去找记者说 爸爸使乱中气 说宋颜阿姨第三者插足会让他们身败名裂 宋颜阿姨很生气 宁穴同学一场 你为何这样害我 妈妈反问宋颜 欣欣和你无冤无仇 为何你要故意让她走丢 宋颜阿姨哭诉道 我就知道你会误会我 是欣欣 问我你在哪里 我安慰她才说 你在酒店 谁知道她真的会去找你 然后她流泪看向爸爸 惊觉你要相信我 不信你去看监控 爸爸去看了 监控画面里的确如宋颜阿姨所说 是她安慰我后 我自己走出去的 惊觉 你看我没有说谎 是宁穴误会我 宋颜阿姨还在哭 爸爸问我 是你自己走出去的 还是阿姨让你走出去的 我回忆了一下 阿姨说想妈妈了 就可以去找妈妈 我就去了 宋颜阿姨摇着头 我没有这样说 肯定是宁穴教她这样说的 惊觉 你要相信我 妈妈这时候拿出手机 放出一段录音 是那天宋颜阿姨说要爸爸将我送到国外去 宋颜阿姨有些慌乱 我是想过把欣欣送出国 但并不表示是我让她离家出走啊 最后爸爸让宋颜阿姨以后不要再说这样的话 然后他们一起离开 她好像还是站在了宋颜阿姨那一边 保姆阿姨们说 妈妈看起来文文静静的 没想到还挺有手段 他们为爸爸惋惜 说爸爸这样英俊多金的男人 如果真的和妈妈这样的瘸子过一辈子 多可惜啊 还说爸爸就应该和宋颜阿姨那样的明星结婚 他们是郎才女貌 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可我不这样觉得 我的妈妈也很漂亮 还代表他们医院上过我们江城的电视台呢 而且爸爸是喜欢妈妈的 因为爸爸曾说要和妈妈再生一个弟弟或妹妹 电视剧里可是说过的 只有相互喜欢才会在一起生孩子 爸爸好几天没有回来 保姆阿姨们说 爸爸肯定不会回来了 等分居两年 就算妈妈不想离婚也得离 妈妈也听到了 她说她得好好活着 然后带着我一起去了医院 她叫一个帅帅的医生叔叔 师兄 医生叔叔抱着我说我眼睛长得像妈妈 鼻子嘴巴像爸爸 叔叔对妈妈说 孩子这么可爱 你一定不要丧失信心 妈妈点了点头 谢谢师兄 我会的 叔叔让一个护士阿姨带我去玩 他和妈妈去了另一个地方 很久之后 妈妈回来的时候脸色苍白 我问妈妈是不是生病了 妈妈温柔地笑着 妈妈没有生病 妈妈要一直陪着欣欣呢 怎么能生病呢 可是第二天我从床上醒来的时候 看到妈妈睡的枕头上有好多头发 有时候妈妈还会呕吐 保姆阿姨们说 妈妈可能是怀上了 另一个阿姨说 妈妈要是能再生个儿子 或许能保住地位 方显阿姨又打来电话 有人在网上爆料 京爵和宋颜的事了 说他们六年前就是情侣 以我混饭圈的经验 这料绝对是宋颜自己报的 当初他和京爵的事 根本没几个人知道 宁血 你这个婚结的伤身又伤心 你有告诉京爵 在他失踪后你小产了吗 妈妈说没有 方显阿姨大声道 你干嘛不告诉他 就得让他有愧疚感啊 妈妈眼中有着伤心 阿贤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他们挂了电话后 我问妈妈 妈妈什么是小产呢 妈妈摸了摸我的脸 没什么 欣欣 以后不能偷听妈妈打电话 知道吗 我告诉妈妈 我没有偷听 我一直在妈妈身边玩 还和妈妈说过话 妈妈正了正 是妈妈忘了 对不起 我觉得妈妈和爸爸一样 得了忘记的病 比如 他会突然不记得 昨天给我穿的什么裙子 不记得我早餐吃过什么东西 以前他从不会忘的 他在一个笔记本 上面写了很多字 然后放进抽屉里 我问妈妈写的是什么 她说写的是 但愿人长久 今天开始下雨了 保姆阿姨们说 这场雨要下大半个月 我不喜欢下雨 因为下雨的时候 爸爸会腿很疼 很疼的时候 会疼到床 都下不来 吃纸疼药都不见好 妈妈要整晚地帮爸爸针酒按摩 这样 爸爸才会好受一些 虽然爸爸没有回家 但我还是很担心他 晚上我和妈妈吃饭的时候 爸爸却突然回来了 爸爸我开心地叫他 爸爸却只是看了我一眼 然后回了房间 睡到夜里 我听见爸爸房间传来东的一声响 感觉像是爸爸摔倒了 妈妈立刻坐了起来 但他没有过去 过了一会儿 又是一声响 妈妈犹豫了一下了床 我也跟着一起去爸爸的房间里 他正躺在床边的地上 脸上都是冷汗 妈妈说 我去叫人来 爸爸叫住妈妈 别去不能让外人看见 然后爸爸自己强撑着想要站起来 又快摔倒的时候 妈妈扶住了他 我也用手撑着爸爸 爸爸躺回了床上 让妈妈把纸疼药递给他 妈妈说 别吃了 吃多了伤身体 我帮你推拿一下 然后妈妈站在爸爸身边 准备帮爸爸按摩身体 走开 爸爸冷冷推开妈妈 妈妈平静地没有生气 他继续去帮爸爸 我也告诉爸爸 妈妈是医生 爸爸你要相信妈妈 然后我呼呼地给爸爸的腿吹气 希望爸爸不要疼了 这一次 爸爸没有再推开妈妈 或许是他现在很虚弱 没有力气 或许是妈妈按摩得很有效果 过了一会儿 妈妈的额上是细密的汗 脸颊边的发已经被汗水打湿 妈妈身形纤细 按摩对他而言也是很辛苦的事 我给妈妈端了一杯水 然后她在床上看着他们 爸爸一动不动 妈妈的手一寸寸地在她腿上挪移 就算房间里都是药油的味道 我也不觉得刺鼻 反而很安心 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发现我睡在爸爸床上 爸爸妈妈都不在 这时候妈妈推门进来抱我回房间穿衣服 她说是我非要和爸爸睡 爸爸没办法 只能同意 那妈妈 你为什么没和爸爸一起睡 我问道 妈妈告诉我 妈妈是大人 大人都是自己睡的 以后你长大一点也要自己睡 知道吗 我知道啊 可我又觉得哪里不对 方贤阿姨知道后说 妈妈太卑微了 妈妈说 阿贤 我和她总有一个要好好的呀 雨一天天地下 妈妈每晚都去给爸爸按摩 虽然爸爸还是不怎么说话 但我发现她常常会看着妈妈 然后在妈妈抬头的时候 又把目光移开 妈妈白天会出去 回来的时候 身上有医院消毒水的味道 我知道妈妈是去医院了 可为什么她去了医院回来 还是会呕吐 会掉头发 我问妈妈怎么了 妈妈说是因为晕车 让我不要担心雨停的这一夜 妈妈准备离开爸爸房间的时候 爸爸问妈妈 我车祸住院的时候 你也是这样照顾我的吗 妈妈愣了愣 这是爸爸这么久 第一次主动和妈妈说话 妈妈轻声道 爸爸沉默了一会儿 那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 妈妈眼中有泪花 但她很快就控制住 她告诉爸爸 那时候重伤的她 被送去她所在的医院 是妈妈和大家拼尽全力把她救活的 她醒来后不愿意和爷爷联系 请得护工又不负责任 妈妈便下班后来照顾她 为她吃饭 帮她擦洗身体 做康复训练 那三个月她和她每天都在一起 为什么要帮我 爸爸又问道 妈妈温柔地看着爸爸 可能你不记得了 和你坐同桌的时候 有一次她们又来欺负我 是你说让她们滚 虽然你那样说只是因为她们吵到你睡觉 可是和你成为同桌的那段日子 是我高中三年过得最安心的日子 爸爸听完后说道 我的确不记得了 爸爸不记得的小事 却是妈妈生命里最重要的事 这一夜之后 似乎有什么事在悄悄地改变 我说不出来 但我感觉爸爸好像正在成为以前的爸爸 比如 她的眉毛不再是三段 头发也流长了一些 耳朵上的耳钉也取下 又比如我要上这边的幼儿园了 她会送我去 晚上她也经常陪我和妈妈一起吃晚饭 有时候我让她讲故事 她也会放下手中的工作 拿起绘本 我们还去了游乐园 我被小朋友欺负的时候 妈妈保护我 却被对方的妈妈骂 对方的爸爸还要打妈妈 说妈妈既然是瘸子 就待在家里好了 不要出来妨碍别人 这时候买冰激凌的爸爸回来了 他一拳将那个爸爸打倒在地 神情凶狠地说 你再说一遍 那一家人害怕了 给我们道歉后立刻跑了 那天回家的路上 妈妈一直看着爸爸 爸爸问 你看着我做什么 妈妈低着头在笑 没 没什么 晚上妈妈陪我睡的时候 对我说 欣欣 爸爸好像要回来了 我疑惑 爸爸不就在隔壁房间吗 妈妈也在变化 她越来越喜欢睡觉 早上常常醒不过来 不过妈妈多睡一会儿也好 因为爸爸失踪的那段时间 妈妈没有一天好好睡过 外公外婆给妈妈打来电话 趁这个机会赶快再怀一个 你赶紧给他生个儿子 只要生了儿子 他就不会和你离婚了 咱们一家子一辈子吃穿不愁了 他们还说 舅舅要结婚了 让妈妈准备一套婚房 一辆车和八十八万的彩礼 说妈妈要是不给 他们就来海城找爸爸要 妈妈说 爸妈 我生病了 病得很重 你们放过我吧 可外公外婆却生气了 你就算是死 也先把你弟的婚事管好了再死 妈妈和方贤阿姨说 打算告诉爸爸 他生病的是 方贤阿姨问 不能再等等吗 等爸爸恢复一些记忆 妈妈说 阿贤 我已经快记不住了 我现在要每天看日记和视频记录 才能想起之前做过什么 而且他现在每天回家 对我和欣欣都很好 我想趁还有记忆的时候 留住一些美好 方贤阿姨回到 那就去做吧 不留遗憾 于是早上的时候 爸爸去公司前 妈妈叫住他 今天晚上能早点回来吗 爸爸垂眸看着妈妈 点了点头 好 我的爸爸妈妈终于又回到了从前 这天晚上 妈妈做了很多爸爸爱吃的菜 可是等到晚上十点 爸爸都没回来 妈妈给爸爸打去电话 那边传来宋颜阿姨的声音 她在洗澡 要我把电话给她吗 妈妈慌乱地挂了电话 一整晚爸爸都没有回来 第二天妈妈睡了很久 我一直摇她 她才醒过来 不知为什么 我有些害怕妈妈又去了医院 照例 我又被护士阿姨带到旁边去玩 可这一次 妈妈和医生叔叔进了治疗室 很久才出来 妈妈突然裂切了一下 医生叔叔立刻扶住她 妈妈哭了起来 她哭得很伤心 很伤心 叔叔最后也抱住了妈妈 然后我看见了爸爸就站在离妈妈和叔叔身后不远的地方 冷冷地看着这一切 可就在我向爸爸走去的时候 他又突然不见了 我想我大概是看错了 爸爸这时候怎么会在医院呢 晚上我又做了那个爸爸妈妈离开我的梦 我再次从梦里难过 醒的时候 妈妈不在我身边 我听见她的声音从爸爸房间传来 我吃着脚走过去 看见爸爸捏着妈妈的肩膀弯 妈妈不愿意 你不是想再给我生个儿子 保你们全家衣食无忧吗 我这不是成全你 有什么好装的 既然是夫妻 我自然做什么都可以看着我 怎么你是在想着别人 爸爸捏起妈妈的下巴 他的眼睛红红的 很可怕 比他打那个坏孩子的爸爸时还要可怕 妈妈被迫仰着头看着爸爸 他在流眼泪 他想说些什么 可又好像不知道要说什么才对 我哭着跑过去推爸爸 爸爸大坏蛋 不准欺负妈妈 爸爸终于松开妈妈 你知道吗 我以为你说的都是真的 我为了早点恢复记忆 接受电击治疗 可你却骗我 你和他们没什么两样 劫后去离婚 否则我保证你什么都得不到 爸爸又走了 妈妈还站在原地 妈妈 我抽掖着去拉妈妈的手 可他却茫然地看着我 最后温柔问我 小朋友 你怎么哭了 别哭别哭 阿姨带你去找妈妈 好不好 我害怕地说 妈妈 你就是我的妈妈呀 妈妈正了正 最后抱着我 是妈妈 我不能忘 妈妈不见了 保姆阿姨们说他被爸爸发现 不忘就情 在这个家里待不下去 所以走了 可是我还在呢 妈妈怎么可能不要我就走 宋妍阿姨又来了 给保姆阿姨们带了很多礼物 说这段时间辛苦他们了 她还捏着我的脸说 小崽子 我一定会把你送走 你等着 我重重地咬了她手一口 我才不怕她 她伸手打了我 你知道 为什么你爸爸妈妈都不要你吗 因为你本就不该出生 你是个让所有人都讨厌的小讨厌鬼 我看着她 没有再咬她 我只将手藏在身后 不让她看见我的电话 手表在录音 这是妈妈前段时间教我的 妈妈说我要学着长大 要学着自己保护自己 因为她可能没办法永远保护我 晚上爸爸回来 我把录音放给爸爸听 爸爸很是生气 妈妈呢 她问我 我哭着说 妈妈两天没回来了 我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她一便打电话给妈妈 可是妈妈都没接听 最后查看监控 妈妈穿着拖鞋离开了家 什么都没带 她的手机也在家里被找到 但早已没了电 我看着监控里的妈妈 她就像第一天来这里 离开时候一样 像只受伤的小鸟穿过清晨的薄雾 最后消失在蔷薇花后 妈妈被找到了 她晕倒在路边 被好心人送进了医院 我和爸爸去医院接她的时候 她却先扶住 爸爸 你伤还没好 怎么下床了 快回去躺着 可是明明受伤的是她 她的拖鞋早已掉了 脚上都是伤口 爸爸正了一下 将妈妈扶住 妈妈又看着我 这是谁家的小朋友 这么可爱 我怎么好像见过你 然后她又掉下眼泪 我曾经也有一个孩子 可是在我丈夫失踪后 我太着急 摔倒后小产了 如果我没有摔倒 那个孩子 现在也应该出生了 妈妈怎么一会儿认识爸爸 一会儿不认识的 爸爸觉察到妈妈的不对劲 她问妈妈 宁雪 你 你知道我是谁吗 妈妈看着爸爸笑了笑 我知道你是我同桌 是高中三年里唯一没有嘲笑过我的人 谢谢你 那我叫什么名字 爸爸又问道 妈妈认真想了想 却怎么都记不起来爸爸的 爸爸把妈妈送到了海城最好的医院 接着妈妈的是那个医生叔叔 爸爸也终于知道 那天妈妈是知道她的病情严重后 难过得再哭 和叔叔并没什么 她是脑部病变引起的失忆 差不多就是阿尔茨海默症 医生叔叔说 爸爸不相信 不可能 他才28岁 叔叔说 现在这个病有年轻化趋势 世界上有19岁就发病的例子 妈妈当年那次摔伤 可能不仅仅摔到了腿 也摔伤了头 而且据我所知 联系不上你的那大半年 她一直很担心 没有好好睡过觉 还有她意外认身终止过 这些都会导致她病变加快 意外认身终止 嗯 你和她曾经有过另一个孩子 爸爸沉默了好一会儿后问道 她能备治好吗 医生叔叔轻轻摇了摇头 目前医学还做不到 爸爸把妈妈带回了家 辞退了那些保姆阿姨 请了更加专业的团队 妈妈有时候清醒 有时候遗忘 很不稳定 爷爷和奶奶从国外回来了 爷爷对爸爸说 选一家好的疗养院 把她送过去 也不算亏待她 你在结婚生子 总不能只有欣欣这一个女儿吧 爸爸问道 当初我妈病重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是这样计算的 然后在她死后不到一个月 就和小姨结了婚 奶奶忙说道 绝儿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和你爸爸在一起 是你妈妈同意过的 爸爸冷笑地看着他们 你们真的让我恶心 我绝不会走你们的路 爸爸开始继续进行记忆恢复的治疗 很痛苦 但有效 他慢慢记起过去那些事 可是妈妈却在不断地遗忘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喜欢爸爸 甚至有时候 他会觉得爸爸可怕 他会躲着他 不愿意见到他 爸爸说 妈妈的记忆 可能回到了刚上高中那会儿 那时候的爸爸是坏孩子 学校的每个人都怕他 而妈妈是乖乖女 好学生 他们本不会有任何交集 可是抽签的时候 他们成了同桌 爸爸说 妈妈和他坐一起的那天 他连呼吸都是小心翼翼的 好在后来 他成了他的安心与自在 爸爸带着妈妈和我回到江城的家里 虽然已经落了一层灰 但我依旧最喜欢这里 妈妈也很喜欢他 喜欢躺在窗边的躺椅上 看着窗外的江流璀璨 爸爸会给妈妈讲他们婚后的事 然后问妈妈是不是这样 妈妈不记得 爸爸说没关系 他会记得 他记得他濒临死亡的时候 妈妈是怎样一遍遍地叫着他的名字 记得妈妈让他坚持住 记得妈妈那担心 却又坚定的眼睛 还记得他不能动弹的那些日子里 护工怠慢他 使妈妈每天来照顾他 事无巨细 他说他对妈妈动心的那次 使他终于能够站起来时 妈妈开心地抱住他 他柔软的发上有着好闻的味道 在这好闻的味道里 他听见了自己的心跳 他抱着妈妈恳求宁雪 你一定要努力 记得不要忘了我和欣欣 爸爸和妈妈说 这些的时候 宋颜阿姨又打电话来了 宋颜阿姨问爸爸 是不是他封杀了他 现在他没有任何工作 广告商也要他赔钱 他已经快走投无路了 爸爸说是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对我 因为宁雪 是不是 宋颜阿姨在那边哭 爸爸将录音的事和他故意在电话里撒谎 让妈妈误会爸爸的事说了 然后道 宋颜 从前的金爵已经死在了去找你的那个雨夜车祸里 金爵 你知道我家里现在就靠我了 你这是逼我去死 你再给我个机会好不好 宋颜阿姨哀求着爸爸挂了电话再也没有理会 回海城前爸爸还带着我们去看了方贤阿姨 妈妈也不记得方贤阿姨了 可她却买了方贤阿姨最爱吃的蛋糕和最爱的花 方贤阿姨虽卧病在床 但并不妨碍她骂爸爸白眼狼 爸爸也不生气 她说谢谢方贤阿姨在她不在的时候 对我和妈妈的照顾 还说帮她联系了国内最好的治疗心脏的医院 医药费让她不用担心 她会等着她康复后再来骂她 宁血都这样了 你真的会对她好吗 你发誓你要是做不到 就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方贤阿姨说道 爸爸举起手 我发誓 方贤阿姨又说 算了算了 欣欣还要靠你养 你也不能真死了 如果你真的是喜欢宁血 愿意一直对她和欣欣负责 我就算先死了 也会保佑你们的 最后方贤阿姨说 我希望上天有情 人间有爱 我这是不是有人生导师那位了 哈哈哈哈 妈妈却在掉眼泪 然后她抱了抱床上的方贤阿姨 阿贤 谢谢你 接下来的日子 爸爸带着妈妈去了国外治病 经过漫长的治疗 妈妈的病情终于稳定 她能够记住最近两三天发生的事 所以她坚持每天把重要的事情拍下来 然后回看爸爸也投资了医药研发 她希望在她有生之年里能看到妈妈恢复记忆 我们一家三口的生活就这样平淡地过 我从幼儿园小朋友成为小学生 又到初中生 刚上初中三天 我就被几个男生女生堵在教室里 为首的少年长得人畜无害 却对我口出恶言 我们看到你妈妈是个瘸子了 你是被特别照顾才进我们这所学校的吧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以后你见了我们记得要像狗一样听话 知道了吗? 我看着她戳着我额头的手 笑了笑 然后一把握住她的手指 用力一掰 少年疼得直叫 她的朋友冲过来想要打我 等一下 我指了指教室上方的摄像头 正在记录 要是你们霸凌同学被传到网上 你们觉得后果是什么呢? 他们停下脚步 面面相去 我也松开少年的手指 回到桌位上 爸爸也曾说 和妈妈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可后来他也说 如果转身很久后还能再遇见 那就互相再走近一点